我 我隆重的家伙们要撑不住了 我这是 在哪 我刚才明明在上厕所 你怎么是谁 过来 等着我 等我成为仙人回来 仙门 我一定要进仙门 我要成仙 我要成仙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前元宗的弟子 修炼之徒慢慢息 切记不可懈怠 林景 当日你在宗门对我出言不逊 想不到会有今天吗 混蛋林无天 你这是公报私仇 你这废物 我这都是浪费宗门资源 给我丢下去 把你 这是 另一个世界 根据原生的记忆 我是前元宗一名普通弟子 在前元宗 与多个宗门大战争 受伤被同门抛弃 而且 还被夺藏了家传的玉佩 虽然记不清了 但 那枚玉佩 好像对我非常重要 不过 现在可不是想那枚玉佩的时候 这可是战争 谢露金 是 人家 死都会 死都会 是关龙渡的护山蛟龙 快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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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没有飞见能飞 我怕怕 啊 这 好恐怖 这什么修为 你不管我是快快跑 啊 啊 喝 有人 女的 太好了 还有人活着 我去 喝血素子 因遇到特殊人物获得机缘 出发暴击特殊奖励 可在下一次危机 出发暴击时的十次方 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胜利无伤 大长老的孙女 在这里背负 你不说 大长老的孙女 李小姐 你真是让老夫好找啊 乖乖和我走吧 死驴边上那脚子 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留你全尸 老义 你休想俯复我 姑娘 你倒是有趣 他还有用 我可不会让他丧命 倒是你 刚才让你侥幸躲开了 我接下来这一击 就看你有没有这么好运吗 姑娘 你醒醒啊 喂 因为我才说 是跑不了 姑娘 借你背筋一用 没敢反抗 勇气可嘉 我骑 我骑 出发报机使得十次方 可能 人生 居然被毁了 那一截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明是个区区连气 可那一截 我甚至都没办法验过来 难道你把剑是某种法宝 这里的残底交给我 你立刻就把礼物霜给我抓回来 借记 他要活的 其余人 一个不留 趁现在赶紧溜 要是有把飞剑 飞回来了 找到了 在那儿 哪儿哪儿 快走 他们跑走了 快追 想逃 离门 干场已经清爽完了 交给你们的事呢 段长老 他们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逃 逃了 那小子的修为 好像挨不到助击 可速度就快得不正常 完全追不上 可惹 难道他手里那真是怕绝尸灵剑 无论如何 此时我段龙宗筹备已久 绝不能就此功亏一篑 再坏 灵气也只是个炼器 不了多远呢 风索方圆百里内前空 我来用神势探查 挖地三尺 便把他们找到 完了 湖山交楼 必有原因期的长老陪同 天界一张隐匿符 我们不可能躲得过他的神势探查 会病 别放弃希望 终于走了 他居然 真的没发现 还不可能 你确定 那个小卒子 连助击都没有 长老 我确定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速度特别快 但他的灵力总能毕竟是有限 毕竟是落在这附近了 本来 那小女娃身上 恐怕有什么能让气息藏匿的法宝 我的神势探查居然找不到的 那 我们怎么办 千里传音速 把军在追击前天宗残佈的弟子 全部调回来了 在这附近方圆百里 一寸一寸地反复筛过去 一旦发现有可疑双击 马上回报 你怎么办 什么搜下去 我们根本躲不掉 应该是赶紫签 快 是现在 我们立刻 糟糕 刚才开始 我们遇到的搜索队就越来越多了 而且他们搜索的越来越仔细 最糟糕的是 报警倍率完全是随机的 如果有一次暴击倍率 导致隐匿失败 凭我的这点修为绝对完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能再继续往前了 这就像是一张 包围我们的渔网 前面的王炎只会远了一下 我看这些搜索的方向都是从前方来的 他们也知道 我们试图往后 我们试图往多面套 必然会在这个方向 渔向天罗地网 所以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西面套 虽然从反方向突围后 搜索密度确实小了下去 想到 这儿居然直接被人把守住了 没有树林的遮蔽 是个眼睛没瞎的都能看见我们 你有凭你把速度有势 直接闯过去吗 都行 只要被看到 原因期的长老和那条蛟龙 很快就能赶到 到时候啊 情况就会更糟 怎么办 要着路吗 来不及了 搜索却越来越小 这样下去 我们只会被困死 只能想办法 你最快速地干掉它 才有希望突围出去 可是 那人是个助击器 凭你的实力根本 没办法 是能拼一把了 这次 我没法一边抱着你飞一边站到 所以一会儿 千万抱紧我 上 区区助击都不到的垃圾 也可证明迎击我 谁给你的胆子 我是两立 啊 叫力道 你去猎器怎么卡 搜尸都能处罚保险 而且还是失败 运气不错 人人用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他断气了 你帮我看看 里面都有些什么 只有些零食 还有几枚凝气玩盒 这家伙 居然有几枚盒气丹和回源丹 剩两个东西 很贵重吗 一般 但以一个助击来说 他的家底还真凤厚 给 和气丹 可以让你再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灵力回复加速 对我们现在很有用 你 你 我的天 这药效有这么强吗 从痕迹来看 这个弟子 应该是试图直接拿下的人 但没想到 却在一瞬间被反击了 连拖延对方行动都没来得及 不是说那个小贼 连助击都不是吗 我断龙宗弟子 难道都是如此大义清新之人 区区一个炼器 截而连三的意外出现 还要浪费老妇 浪费宗门多少精力 那个女儿必须抓到 是一切代价 所有弟子 给我谨慎搜寻 找到或者其拿住他们 宗门重重有伤 他们追上来了 好快 听什么这些 这是监视天空 阻挡我们逃生的 地面的搜索队 估计已经在我们后面赶来了 那是 是谷调 一种飞行妖兽 看来这是他们的地盘 没记错的话 这一片秦云山脉继续深入 那可都是妖兽 甚至妖族的领地了 断龙尊如此大动干戈 看来他们是真的不惜代价 想要抓住你 习惯 这条龙怎么没来 秀氏和实力强大的妖怪 彼此有条约 秦云山脉是因为大妖的领地 断龙宗的护山蛟龙若是贸然进入 就懂一挑衅 好吧 看来我们暂时不用担心那条蛟龙了 怎么 我其实早该想到的 我们 不可能逃得出去 你怎么突然就阴谋了 秦云山脉越是深入 危险的妖兽就越多 虎属继续为权势 你的实力 甚至连助击都不到 随便来一只妖兽 我们都要丧命于此 凭我们二人的实力继续往前 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那怎么办 难道向断龙宗投降 不 我乃前缘宗继承人 他们如此费尽心思想活捉我 就是想用我来逼迫我爷爷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不跑又不投降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大小姐 你 走吧 待断龙宗发现我的尸体 就会明白我的决意 他们不会 在费力抓捕你一个助击都没有的小角色 如果有可能 事后你若是能活着回到宗门 见到我爷爷 我希望你能 有什么话你自己去找你那爷爷 我可不想跑腿 另外 你也好 那几个断龙宗修饰也好 我受够了你们所有人的态度了 助击不到怎么了 区区助击而已 我现在就突破它 果然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都可能出发暴击 哪怕修炼你是一样 要求提升数倍 修炼速度提升十几倍 叠加在一起 我的修炼速度 会是其他人的几十倍 这样一来 你疯了 就算是辅助修炼的凝气丸 一下子吃这么多 你也会 怎么会是 他的灵力正在飞速积累 简直就像是一个 不断吸收灵力的无底洞一样 这不可能 即使是我的天资 也没有这样的修炼速 再这样下去 他马上就要 不知 是不是算助修成功了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明明 就是几颗普通的凝气丸 你怎么会 可能是我的体质比较特殊 对丹药的吸收效果特别好 就像是这样 也解释不通啊 你闻到可一个机位了 走 现在我可是助击了 相信我 我们未必逃不通 这几分钟突破触击 还不会自议 也许 也许他真的呢 那 不是说我找到踪迹了吗 回指使 我们确实找到了 但 灵犬追到一半 突然失去了对方的气味 而且 对方的脚印也到这里消失了 我们 灵力外放 不是说那小子连住击都不是吗 这种时候突破了 既然他们就在前面 给周围所有地面搜索队发信号 以这里为起点向前 给我拉王室搜索前进 直到找到那两人为止 你对灵力的使用方法太粗暴了 这样下去 哪怕助击了 灵犬也会很快消耗完的 要怎么做 这一记名弟子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灵犬是万物的精气 在助击之后 他可以更好地为你所用 替你承担重负 守护心智 跟着我的引导 尝试一下 将这股力量 均衡地分配到全身每一个地方 不要一下子猛地使用 怎么这种感觉了 这种感觉 这似乎在我体内外 形成了一个立场 像是一套透明的铠甲一样 没错 你领悟得很快 即使是我刚助击后 你花了好几分钟 你居然一瞬间就领悟了 如此的天赋 你怎么会只是一个记名弟子 这个嘛 我之前 这只熊药已经达到了妖病修为了 相当于人类的助击修饰 糟糕 这畜生冒出的攻击太大了 啊 那妖怪被惊动了 快 一定是那家伙 不好 被发现了 丁丁了 他急 看到了 在那快 拦住他们 开什么玩笑 这住气都没到吗 这是什么速度 这速度 你说是金男我都信 这里 这家伙还真助击了 都别晃 那家伙刚助击 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 建设不了多久 全都追上去 是 他们快追上了 马上 就到了 说到底不是刚助击 遇见速度快了点而已 还能翻出天了不成 花卫过去 砍得砍了 鱼的必须留火口 去 我的蝶毛出生 见鬼 这附近是谷掉的巢穴 你再回家 快走开 住了 不可能 我可是住进其次 你怎么帮帮帮 很好 只要甩脱这部追兵 之后再借助命令的遮掩 应该就拿 那是金丹气的段龙宗之事 金丹气 糟了 哪怕有暴击系统 可金丹气 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 刚才那种反弹的招数 能对付他吗 怎么可能 那可是金丹气 动机比我高了足足一层 除非他有所顾忌 顾忌 我有办法了 你一会儿拿我当肉钝石 你才开始默笑 不 我是认真的 相信我 这是无一的办法 吃巧飞 居然浪费了 我们如此多的精力 但任你再跳 今天也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回死了小孩 不好 就是真的 区区出击 这人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三十倍暴击 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难道实力相差越大 越容易触发高倍率暴击 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可是一个金丹啊 运气好而已 他不敢伤到你 临时收件 才被我抓到机会 这下 我们终于能逃出升天了 运气的那个长老 还有他们的护山交楼 不敢冒着出能央央处的风险进来 过去的 我们接下来还是没小心机在见 对 虽然没了追兵 但接下来 可到处的是央手 什么 潜龙剑坠毁 这怎么可能 我女儿刘无双呢 她人在哪儿 当时战局太混乱 我们 目前逃出来的弟子里 没有 没有发现力 那就立刻去找 她是我李家的长女 是千元宗的未来 不管发动多少人 如果是断龙宗 就给我杀过去救出她 是 大哥 你先冷静 段龙宗如今还没有拿双来 要求我们宗门 就说明他们还没抓到她 说不定 是宗林的哪个弟子 带着她逃了出去 你说的有道理 立刻抽掉宗门那精英弟子 组成搜救队 是一切代价找到我女儿 是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大哥 我一定会找到双 自宗主飞升之后 咱们宗门就祸事不断 如今就连父亲也受了伤 不得不闭关 此事 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 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哎 巨角形的皮 做皮铲的剩好材料 先到先到来 三零食一颗 十零食三颗 江南万五宗倒闭了 江南万五宗倒闭了 混蛋宗主欠下几百万零食 带着小鱼子炒了 我都没有办法 人家三千多两千多一千多的含铁武器 偷偷只要五百 在骑云山脉里跋涉了足足一周 一路上全靠我的隐匿暴击走过无数要少 现在终于回到文明世界了 咱们最好还是警示你 这儿虽然不是段隆宗的地盘 但说不定 听不定先 咱们先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解毒单 然后打看一下宗门的消息再做打算 二位要买点 我去 什么味儿啊 可能是我们在山里倒酒了 已经习惯了 快快快快 臭药犯的 滚出去 别在这打扰我的声音 看来咱们只能先去客栈做个房间 先清理一下自己了 段隆宗的弟子贡献了一些零食 省着点用 应该够 接下来 只要把那位大小姐安全送到宗门 前天宗必定会奖赏我 到时候 我就靠着那笔赏赐 买上一大堆丹药 去 有系统在 我只要找个不被人打扰的地方拼命修炼 很快就能登上金丹 迈入原鹰 最后拳打化神 脚踢练须 走上人生巅峰 迎起百富美 啊 总算是舒服了 你怎么了 我在想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回宗门 山里一直忙着逃命 还真没看出来 这丫头戏干净后这么漂亮 还是先想办法 且我的毒霸 我可是金丹修为 只要能恢复 之后遇到什么危险 也不至于那么无力 走吧 先去刚才那个聚宝阁 这种小地方 也只有他们可能有解药了 可你现在的样子太惹眼了 要不 还是先伪装下吧 那就这样 怎么样 走吧 先去刚才那个聚宝阁 这种小地方 也只有他们可能有解药了 可你现在的样子太惹眼了 要不 还是先伪装下吧 那就这样 怎么样 我觉得 还是擦点灰保险 不要 咱们又是你 不是说了 赶紧滚蛋 别 别什么 二位宾客 别和小的计较嘛 来来来 里边行 咱们聚宝阁 各类奇珍一宝都有 包你满意 既然如此 那就带我看看 你们店里最好的解毒丹药 有 有 有 不过 不知二位要解的毒 具体是什么毒啊 我要 只是我先天在奇云山 被一只不知名妖兽所伤 具体是什么毒不清楚 你只管 把所有类型都拿上来就行了 好 那就一二位 怎么样 有能用的吗 不行 都是些中低阶的解毒丹 对我所中的这种毒 完全没有效果 老板 这就是你所有的货了 二位 奇珍城毕竟只是个边陲小弟 这已经是我最高档的货了 好吧 未必没用啊 等等 这些药物如果搭配上我的暴击系统呢 那就这样 这几颗丹药和这本书 我要了 二位慢走 今天运气不错 咱们说不定也唠到大声音了 尚规刀 这两个人有问题 那男的姑且不论 区区一个助击而已 女的一看就是 那个大搜门出来的天骄 关键是 他们是从山里掏出来的 而且 那女的我感知不到她的灵气 原本还以为是修为高强 现在看来 恐怕是中了某种 让人能力全无的奇毒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充其量只有一个助击护着她罢了 哼 就这也敢来奇山城县呗 真把这当自家后花园了 这事 干得漂亮 去 咱们聚宝哥从不杀人夺宝 别坏了总行的名声 这些药对我没有效果啊 你买来也没用啊 未必 你先别 相信我 由我来为你试试看 不是都说了这种低阶大药 根本没法 你 你 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还有 放开我 不许啊 我得等待药效开始 嗯 这家伙明明之前一直都狠 怎么突然就趁街轻薄雨 嗯 怎么会是 毒被解了一部分 我继续 恢复到炼气了 这怎么可能 明明都只是最低阶的解毒档啊 嗯 奇怪 这次为什么又毫无效果了 明明是同样的弹药 难道 只有他给我服用才有 这是什么奇怪的原理 你 你 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什么神明功法 什么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 你这家伙 是你逼我的 请问这样子 可以继续刚才的了吗 嗯 不行 这死丫头 真是有人命啊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赶紧把药吃了吧 何人 这太不可思议了 快快快 继续 不行 实在是吃不下了 而且好像再怎么吃 也只能让我恢复到炼气了 看来第一阶弹药哪怕触发暴击 效果也只能这样 但 如果由我亲自来炼制弹药 借助暴击系统炼出高级弹药 再给力度伤服下呢 这就是启善成了炼丹谱了 听说这集市只有一个炼丹线 因此也一直被他占有 你还会炼丹 以前学过 接触的炼丹进化 我都看会吧 应该没问题 那不就是刚自学吗 炼丹又不是错泥巴 哪有那么简单 试试看吧 成了 来来 来炼吧 不错不错 这一锅丹药的橙色都很好 刚出炼的上好增援丹 八十零食一粒 先买者先得 老板 不是说好六十零食吗 你怎么突然涨价 我可是早就预定好了的 你仙人 开钱 这一锅丹药的橙色可都是上品 爱买不买 至于要退钱的可以啊 不过今后你也别来我这买了 刚出炼的上好增援丹 八十零食一粒 先买者先得 老板 不是说好六十零食吗 你怎么突然涨价呀 我可是早就预定好了的 你仙人 退钱 这一锅丹药的橙色可都是上品 爱买不买 至于要退钱的可以啊 不过今后你也别来我这买了 这滚蛋 齐山城这破地方 就他一个正儿八经的炼丹师 实际真难看 还能怎么办呢 谁让人家手头有技术 老板 我不买丹药 一会儿这炼丹炉我想用一下 一是 炼丹师 什么情况 难道齐山城来了同行要抢生意 不是 就是想试试 这炼子不是及时供用的吗 能不能让你的人和货撤一下 也不是不行 可东西总有个先来后到 借给你可是耽误了我的生意 这样吧 五百零十 我借你一个时辰怎么样 开什么玩笑 这炼子本来就是公用的 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先来后到爱租不租 租不起就滚蛋 再打扰我做生意 我就喊执法队了 干什么 这炼子真成你家的了 就是 凭什么不让他用 我看你就是怕被人抢生意 好啊 执法队好了 看看谁占领 一群死穷鬼 今天咱得罪了 以后继续给你们涨价 事情我知道了 我问你 你不练丹 应该会 把炼子给他 这可是耽误了我生意 如果他压根不会 我要求赔偿 这小子身上没一点丹气 估计连个新手都不是 他还得狠狠敲他一笔 他的要求也合理 你有意义吗 没有 稀疼 这次你可得知弄强连 切毒丹的原材料也凑齐了 接下来 就是控制灵活 这小子居然还要对着书来看 果然是个新手 一会儿非得让你把裤衩子 都赔出来不可 本来指望 他能打破那奸商的垄断呢 这小子到底行不行啊 不会是看了点 说下来试试的 哪怕是练丹 我也能触发暴击效果 这家伙看着 好像有几把刷子呀 装模作样的花架子罢了 想练出丹药哪有这么容易 看着吧 一会儿肯定是一炉废弹 成了 这个炼丹期间一直有炭费发暴击 成品一定不错 哇 这是 上品的基础解毒丹 最炼制出来了 不对 看到色泽 有几颗都达到极品了吧 这怎么可能 这不玄玄呀 这小子明明是生的很 凭什么 好 哪怕是基础丹药 鸡皮 连你都很难炼出来 不过是走了高使院而已 喂 小子 既然用完了 赶紧把炼丹炉还我 我还要 鸡皮解毒大你卖吗 价格好说 给我来一领 我上品子就行 老板 你出个公道价吧 我也要 正好 除了给礼物霜预留的 剩下的 可以卖出去回笼资金 然后 再买材料 再连一炉弹药出来 这次已经有了炼丹的经验 或许 可以尝试更高级的弹药了 好高的暴击倍率 这次的效果 似乎不得了啊 哇 这是 上好的增援弹 居然成功了 不是说这种弹药 只有几分之一的成功率吗 莫非这小子 是哪个纵门出来的弹事 这玩意错过了可没了 老板 你怎么卖啊 你开个家 我出两百零食 我出二百五 不要急 增援丹两百零食一颗 先到先得了 我也要我也要 给我一个 我要五个 给我们两个 不要十倍 我全包了 谁敢买他的丹药 就是一我为敌 以后买我的丹药 价格翻十倍 吓我们啊 小哥的炼丹技术 比你高明十倍 真当老对你买你丹药 就是 能吃饭 谁愿你吃屎啊 真当你自己这个人物 好好好 以后有你们求我的时候 对 明天我会再次开路链丹 想买的 明天准时排队 反正啦 这笔赚来的资源 足够我们马上把修文提高几个等级了 小子 越界了 明天这个地方 越想再看到你 你是在当着我的面威胁人吗 庄主把炼带炉给你用 是给你个发挥自己价值的机会 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 吴队长 都是误会 是误会啊 我是说 明天我会给这位小哥的位置 再让我看到你仗势奇人 我会让你尝尝酷刑的滋味 滚 吴队长 都是误会 是误会啊 我是说 明天我会给这位小哥的位置 再让我看到你仗势奇人 我会让你尝尝酷刑的滋味 滚 多谢前辈了 不用客气 不知这位小兄弟 有没有兴趣 尝住我们及时练丹啊 待遇好说 倒也不是不能考虑 哦 那小兄弟有想法 随时可以来找我 也不会真打算 留在这种破地方 当个炼丹师吧 怎么可能啊 只是敷衍对方一下而已 咱们出来乍到 已经得罪了一伙人 最好就别得罪另一伙人 这就叫人情世故 赶紧去给你试试 我炼的那些丹药 可比那破具宝格脉的档次高多了 这次效果如何 效果已经恢复到了住气 但 依旧还是治标不治本 这么可爱 这毒还真厉害 也许等我炼丹记忆再突破些 才有可能治好你 那么 趁着这段时间 我也得赶紧想办法 提升下实力 又是这种情况 他的身体在飞速吸纳周围的灵气 这种速度 简直匪夷所思 这种感觉 看来我突破出击二层了 这怎么可能 短短几个时辰就突破了一层胸围 你老师和我说 你是不是哪位转世成生的上古大能 怎么可能 那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不管是修炼链单还是别的什么 都会莫名其妙的吃饭功倍啊 这个嘛 也许只是运气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有人会一直这么好运啊 也许我就是天选之 什么情况 地狱麻痹 什么东西麻痹 我 我怎么 不好 有人下药了 什么时候 在那 可否 还真有危险 那是谁 那个炼丹都派来的 还是礼物上的身份被发现了 不愧是老板弄来的迷魂箱 效果倒还真不错 够了 从气息来看 这已经是个珠基八层的修饰 替我二层的实力 希望只有一次 这手冒着身段 老板这次倒是捡了一个大生意啊 不好 这家伙绝不是刚煮鸡的实力 上当了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洗剪我吗 谁派你来的 别杀我 放我回去 你还能有一条活路 但现在要是杀了我 这里和我上面的人不死不休了 杀我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我不建议现在就给你来个千刀万剐 别别别 我都告诉你 我是聚宝阁的 我们老板和无尽们有着勾结 他看上了那个小妞 想 这家伙已经被吓了某种精致咒了 坏了 这种邪门的秘法 多半还有着印记 幕后之人 难保现在已经知道她失手了 身本有为 接下来送这丫头回去的路程会顺利一些 结果又受伤麻烦了 这修行界的治安也太差了吧 是吧 才两倍收获 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千里迷惑破地都在被你买了 一个中级八宗的修士死了 天知道对方还会不会派更厉害的人来 别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得赶紧离开 怎么 怎么回事 我刚才怎么昏过去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有人盯上我们了 不知道是不是冲着你前元宗大长老孙女的身份来的 没想到这位姑娘竟然还是前元宗大长老孙女 那我这趟可真是受益匪浅 我去 又一个金丹七 至于吗 这种打扮 你是无济门的人 你先放我下来 无济门是段龙宗的盟友 这次就是他们两个势力 外加天煞殿向我们前元宗发起了战争 没想到 这种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他们的人 这次为了找你的下落 我们可是费了不少力气 没想到这次居然被我撞上了 李无双小姐 我也不多废话了 你是乖乖投降 还是要吃点苦头再投降呀 你中了天煞殿的奇毒 如今十分之一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至于他 能淡掉刚才那个废物 倒是略微出乎了我的预料 但也仅此而已 我就是想送你回去 然后大转一笔 从此在座门里躺平 可这一路上拼了多少次命了 现在又要跨十多个阶层 打一个近单 我也太难了吧 我就是想送你回去 然后大转一笔 从此在座门里躺平 可这一路上拼了多少次命了 现在又要跨十多个阶层 打一个近单 我也太难了吧 小子 你年轻有为 能在断龙宗的围锥堵截下 将他护送到这里 已经是天大的奇迹 我欣赏你这种年轻人 所以 我可以放你走 别惊讶 我知道你有些底牌或者绝招 但 你难道认为你一个助击二层 能正面打败我一个金单三层的羞尸吗 你还有这大好的前途 何必在此断送呢 至于无双小姐的安危 你也不用担心 她的价值 使得不管是断龙宗还是我们 都只会礼遇的 只要我 把她交给你 你就会放我走 没错 我可以答应你 让你安全地离开 是 但是 我拒绝 因为我林锦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对自以为比我强的人 说不 到我身后来 别怕 既然我说了我会送你回家 就一定会做到 区区金单七而已 我又不是没有打过 啊 好 本来还想戏耍你一番 现在我决定了 我要叫你尝尽痛苦再被灭 情况太糟糕了 这毕竟是一个金单七 看来只能 是吗 等等 莫非 她想再像上次一样 既然如此 那是你逼我用这招的 这小子 难不成真有什么上招 不可能吧 行为毕竟只有那么点 救命啊 有人在极实行修夺宝了 你敢耍我 想求救 屁了 谁也救不了你 你敢动我 屁 躲在你人身后 你这无耻 住手 何人敢在此行修 你怎么 大瓦 怎么可是 这么吵 有人在骑士里捣乱 不要命了 发生什么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 早上那个炼丹的小 我看来这是 这里是奇云骑士 阁下在这里闹事 可不是 清单七修士 我乃无忌门直士 特在此捉拿宗门药 别说你一个给人看场子的 就是你们那庄主来了 也得滚蛋 失去的就给我马上爬开 无忌门 是那个传闻里 行凶不眨眼的无忌门吗 我的天哪 清单七 怎么跑到这 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 这两个人是怎么 惹上一个无忌门的凶事的 好 这居然是个清单七的 咱们 还是别管了吧 诸位 别听他胡说 我乃前元宗大长老的孙女 也是前元李家的长女 今日助我者 前元宗 绝不会忘记这份恩情 前元宗 那个大前最大的宗门 听说前元宗和好几个宗门干起来了 其中就有无忌门 是吗 坏了 李家的长女 我的天哪 这要是 队长 这下麻烦了 别的不说 这女人一旦在咱们的地盘出生 这里这么多人 消息一旦传出去 前元宗必然不会放过我们 周一道友 监狱只要肯帮我的 事后 我父亲一定不会亏待各位 这么多人 难道对付不了他一个金丹妻 这就不错呀 兄弟们 要干他不 我觉得可以 这份机缘可是难得的呀 那可是前元宗 咱们这些散修 要是能进这种大宗门 机会可不多啊 本作劝你们一句 机缘没了可以再等 命没了 可就真的没了 所以敢对我出手的人 可要想好了 至于你说前元宗不会亏待他们 呵呵 笑话 如今断龙宗天煞殿和我无忌门 三大势力一起攻伐你前元宗 你的宗门今后还能不能存在都不好说 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还有你们 你们怕得罪前元宗 难道就不怕得罪我无忌门 断龙宗天煞殿三大势力 这 那家伙毕竟是个金丹 还是无忌门的 是啊 慎重点啊 我看咱们还是别参与这种大宗门之间的事了吧 不划算呀 咋办案头 咱们这事 帮哪边都得罪人呢 而且 那家伙 毕竟是金丹气 那就 别兜不帮 秦云集市 并不想参与此事 我们不该是二位之间的矛盾 可恶 您找宝身吗 这才真是 武少小姐 现在明白你的处境了吧 我劝你还是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当你的对手吧 我们堂堂正正的决斗 行了我 任你带走 怎么样 武少小姐 现在明白你的处境了吧 我劝你还是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当你的对手吧 我们堂堂正正的决斗 行了我 任你再走 怎么样 哇 那家伙 修围看上去好像只有一个金丹气 我看 这小子疯了 你过来就过去看了 打一个金丹气 骨子亮丽 你疯了 正面打一个金丹气 还不如想办法令人我的身份来 表昂 其实 我有把握战胜她 我有把握战胜她 我有把握战胜我 怎么 这次不打算躲在女人身后了 区区筑基也配当我的对手 谁给你的胆子和自信 金丹不也是从筑基一步一步修炼来的吗 修围高就一定强 你狗眼看人低 就是我战胜你的乙仗 就到此为止了 请使我避斩你 快 被脱了 心痛 这个反应 怎么可能 这个石头下去 让我先刺中我 这一次 我需要速度 这次我 怎么可能逼我还快 血不力 力量 这力量是怎么回事 赶紧叫我全部领去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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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一点 金丹器的修饰 只要没打击金丹 就 你这么做 这是 这 太难了 这精精够够啊 这 这 你 伤 可恶 有你 最是万段 是无机门的黑魔剑 啊 你这是无机门最强的法术之一 又是金丹器枪者全力实战 这少年完蛋了 彻底弄了 只要拼命了 你 你 你 防御 全都要啊 啊 你居然敢应接黑魔剑 他疯了 这黑魔剑 哈哈哈哈 他居然敢应接我的黑魔剑 他们真是找死 可以死的 是你啊 不 你变了一位金丹强者 我不是做梦吧 这少年到底是谁啊 是魂医 金丹器修饰死后 传递信息的手段 只要收到魂医 金丹器枪 马上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得马上离开 不然能无机门的人赶到 你怎么了 刚才那家伙上到你了 身体 感觉像是要撕裂了一般 不 应该是我的身体 还无法承受系统增幅后的力量 是 我明白了 这位小兄弟 还有李小姐 城主有请 城主难道 想将我们交给吴记门 请放心 城主只是想单纯地跟你聊聊 我们现在必须走 请你不要作乱 你们现在离开更危险 在城主府内 吴记门不敢动手 若城主答应相助你们 还有一线生机 现在我身体有恙 出城在于吴记门强者 恐怕必死无疑 倒不如看看 那城主到底何意 好吧 请带路 所有人敢往祁山城 将那个小杂碎礼物商带回来 是 二位 欢迎来到我府上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城主不如有话直说 一位是以铸鸡秀为月级鸡煞金丹器的天才修着 一位是被三大宗门点名抓捕的钱元宗几成人 如果我把你们交给吴记门 应该能换取不少的利益 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性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行为 区区铸鸡 气势居然如此之强 开个玩笑而已 不用紧张 我叫你来 是想和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我给你们一线生机 帮你们活命 为什么帮我 你长得像我死去的儿子 开玩笑 你如果能活下来 三个月之后需来齐山城帮我做一件事 我叫你做的事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而且到时候愿不愿意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好 我答应 你们可以在城主虎住上三天 三天内我会帮你们挡住无减 三天之后 就得看你们自己了 好 三月之后 便是决定我齐山城命运的时候 希望我没有看错你吧 三月之后 便是决定我齐山城命运的时候 希望我没有看错你吧 怎么办 虽说城主保我们三天 可无忌门的人 也有时间将我们彻底包围 我明白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 找到活着的办法 我记得灭掉黑衣人的时候 拿到他们作门的秘法 幻影分身术 你想用幻影分身术迷惑敌人 然后出城吗 可是这种幻术修行极为困难 没有一年半载 根本无法入门 别忘了 我可是个天才 必须暴击 求求你了 大致 我已经了解了 你 这么快就领悟了幻影分身术 你才看了多久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好 操作就行了 这 真的是幻影分身 而且水准极高 你到底是怎么喝到的 你没事吧 灵气完全耗尽了 让我休息一番 接下来三天内 多多熟悉这项技能 无忌门分部长老留一手 后来请城主府交人 城主有令 请他们再做客三日 闲杂人等 不得打扰 三日后辞意 放肆 区区一个城主府 你敢如此嚣张 你知道倒对我们 无忌门的下场吗 住嘴 好 告诉齐凤山 我们等三天 也告诉他 让他好自为之 长老 我们怕一个小小的城主做事 对啊 齐山城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想招惹齐凤山 总算完成了 现在我便要提升 自己的实力 不然无法完全操控 幻影本身 剩下的增援丹 刚好可以用来提升修为 少女一起别浪费 赶紧吸收了 疯狂刻意要提升修为 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难道 他真是哪位大能的转世 等等 如果真是 那他一直陪着我 愿意护送我回宗门 不会是因为 注击三次 操控这些幻影分身 应该没问题 准备一下 今晚 我们便离开城主府 我说 我说 哥哥们 雕虫小记也想骗老夫 老夫看你还有多 放眼 没谁 看如何拦我 追上去 追上去 我果然没猜错 幻影分身是我的灵气逐久而成 又是我在操控 便可触发幻影分身暴击 这就将无尽门的人骗走了 这么简单吗 不对 看似简单 但如果换作是我 不仅无法短时间掌控幻影分身术 更不可能将幻影分身操控的如此出神弱化 我们赶快逃出几山城吧 不 幻影分身离开了我的操控 最多只能拖延他们半住香的时间 一旦暴露 他们很快会反应过来 那该怎么办 这句宝格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 我要回他们一个惊喜 没想到那个少女的身份居然是钱元宗大长老的孙女 只可惜啊 没有抓住他们 不然我就发财了 现在也不晚啊 要不你们再试试 你不是躲在城主府吗 很意外吗 不过 没时间给你讲故事 你 灭了它 上啊 这点 没可能灭人越祸的勾当 好 他们的东西几乎都拿完了 是奇品解毒的 来 撑嘴 效果如何 基本上恢复了 只剩下最后一点毒 还没有去除干净 你居然是金蛋三层 你才几岁啊 那是 本姑娘可是宗门最强的天才 当然 除了你这个怪胎之外 很好 你既然恢复修尾 那我便要开始下一步计划 除了你这个怪胎之外 很好 你既然恢复修尾 那我便要开始下一步计划 可恶 上当了 是巨宝阁的方向 是哪个吃了雄心暴散 敢对巨宝阁出手 这是不怕我们无忌们的怒火吗 不好 那两个小杂碎 利物馗那位幼儿引开我们 就是想对巨宝阁动手 去给老夫宰了他们 来了 急拼引一捧 长老 巨宝阁所有人都忘了 全城都缩辩了 没有找到目标 阁内所有保护都被搜划赶紧了 可恶的畜生 这两个小畜生肯定要躲回城主府 跟老夫去要人 巨宝阁距离城外更近 现在无尽门的人 又被引到了城主府 哼 正是我们出城的好时机 嗯 西方山 把人给老夫叫出来 城主让我带话给刘长老 人已经离开了 不可能 全城我都搜遍了 只剩下你们城主府 既然刘长老不信 可以随意搜索 也以为我不敢 都给我进去搜 报告长老 整个城主府已经完全搜遍 没有发现目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你们城主府 将人藏起来了 刘长老 让你搜城主府 已经是城主大人 给足了武器门面子 但并不代表城主府 真的怕你武器门 关门 我恨哪 想不到他真的能活下来 而且还戏耍了无忌门的人 有了他的加入 三个月之后的那件事 我更有把握了 废物 都是废物 套手的鸭子都能飞走 废物至极 还好 前缘宗的内鬼已经出手 那礼物说 插翅难逃 我们已经逃出骑山城 为什么你反而更紧张 骑山城内虽然危险 但还有周旋的余地 现在我带跑到敌人 就只能硬拼 你为什么倒霉吧 说下来啥 那是我们前缘宗的飞船 宗门的人来接我们了 是吗 真的是来接我们的吗 吴叔 宗门接到你在这里出现的消息 我来接你回家了 穆叔叔 想不到竟然是你来接我 这是我二叔最得力的属下 也是宗门的执事之一 穆叔叔 乃是金丹五层强者 见过穆执事 你护送小姐有功 回宗门之后 定有重赏赐 小姐 请跟我上船回家吧 嗯 你的身份没资格进入上房 只能和其他弟子 去别的房间休息 穆叔叔 您仅是我的救命恩人 为什么不能进去 这是规矩 请小姐见谅 无妨 我跟其他弟子挤一挤就行了 你身上毒素刚刚解除 身体还很虚弱 可不要乱吃东西 我知道了 那你先去好好休息吧 等到了宗门 我坐了走 真是浮了 简简单单送个人回家 到了这一步 居然还能遇到宗门叛徒 你知道又如何 一个铸鸡三层的废物而已 老子废了你 就跟踩扁一只蚂蚁一样 是吗 我想想 你们背后的指使者会是谁呢 区区一个牧场穿是不够分的 看来应该是李无双的二叔 这箱子送得很快 一起上 就不如把他的舌头割下来 好吧 那就送 上路吧 你可能 你得警察解决其他人 希望李无双能拖更多的时间吧 那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出来 解决一个铸鸡三层的废物 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可能是想玩玩吧 毕竟那两个家伙 很享受慢慢折磨人的滋味 你还活着 那两个家伙居然失手了 有爱吗 马上送你下去跟他们团结 收获放弃几率还是有点低啊 希望剩下的那些家伙 能触发点高报 希望剩下的那些家伙 能触发点高报 别怪穆叔叔固执 你毕竟是大长老的孙女 身份高贵 岂能让普通弟子跟你待在一个房间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穆叔叔 这是上等的回春茶 可以缓解你身体的虚弱 快喝了吧 谢谢穆叔叔 不用谢 毕竟你可是非常重要的仇嘛 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下毒了 现在明白已经晚了 我的好侄女啊 没想到你竟然能从断龙宗的埋伏里逃出来 你可是给我们添了好多麻烦呀 原来宗门的内鬼就是你 不不不不不不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你说背叛宗门的是二叔 不 不可能 他们有任何理由背叛宗门 副宗主说的没错 你跟你爹都一样蠢 不过 本人的利用价值确实很大 你们不会得逞的 您请回来救我的 你是说护送你的那个筑基三层的废物吗 他现在 怕早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是吗 可惜让你失望了 你居然还活着 看来我低估你了 不过 一个筑基三层的废物 就算有再厉害的手段 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那不吓上我呢 你 你不是中毒了吗 难道之前都是你装的 这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喝了回春汤啊 这得感谢灵姐 是她提醒我之前中毒的事 并主顾我不要乱吃东西 所以从进屋之前我便悄悄服下了解毒丹 并且在喝下回春汤之后 我便赶紧用灵器逼了出来 至于陪你说了那么多话 也是在为灵姐拖延时间而已 今天我要为宗门除害 哈哈哈哈 凭你们两个也想杀我 本看在你喊我叔叔的份上 还想好好待你 现在看来 只能让你吃点苦涂了 不再硬 谁给你的自信觉得可以战胜我 就凭你这养孙处优惯了的身手 不死两日 不死两日 不上 这家伙 这些群就算是今天二城的修正 也无法避开 我还是不能拿去 啊 够啊 拭目成全 你之前那个无尽门的金丹修者墙太多 啊 墙很隐蔽 再教我一招 人间见证 啊这是 玄机功法 明光响 啊 去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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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玄机功法的威力吗 看来后面我也得学习一些强大的勾法 不然这都记得太智慧了 可惜呀 玄天见证无法记错我的金丹 最后赢的还会是我 谁家伙 只能靠你了 问题 来吧 对手是我 小儿 你可又就是战胜我 哎 哎呀 还没完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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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杂招 有本事你就不要躲 我不是躲啊 是在溜狗 果然如此 李无双的玄机功法虽然没有杀死他 却将他伤得不轻 实力明显下降了 黑色的小畜生 老子一定要将你四十万段 幽兰牢 明天小心 幽兰牢 会不断的缩小挤压空间 而且没有金丹修为 根本无法打破 现在 我看你往哪跑 是何我义 呃 高级系统给力点啊 能不能我全靠你了 力量伤害 全部给我撑放 呃 哇 啊 呃 哇 啊 呃 呃 不 求您不要杀我 哈 我问 你答 敢撒谎的话 斩碎你的金丹 好好好 我知道的一定全都告诉你 只要你别动我 很好 只要你接下来老实点 我不会动你 但如果你还敢搞什么小动作 除了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围教我们 有了 这种事情不可能大张其枯 李长之只派了我一个人 你跟李长之是怎么练习的 用传音符 我宗主反复 抓到人之后 就立刻跟他联系 也就是说 李长之并不知道现在的真实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 操作得到 说不定能安全回宗门 我二叔为什么要背叛宗门 他是我父亲 还有我爷爷最信任的人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不知道 他只是给我下达了 必须把你抓住 然后送到断龙宗那里去的命 其余的 从不和我解释 那他怎么办 吃下这枚我之前炼制的锁灵丹 和礼物双重的毒有些类似 服下之后 无法多用灵气 好 我吃 我吃小儿 锁灵丹对我这种金丹气 根本没用 我为你 我为你 这不太好吧 我是个传统的男人 张嘴 我 开死的小畜生 当我有灵气滋养好伤势 胡长川 胡长川 现在联系我 是得手了吗 副总主 李无双已经恢复修为拼死反抗 我 控制不住力量将他灭了 什么 你这个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若没有李无双等人职 森大宗门就无法要解他父亲交出灵脉 我的计划恐怖的功亏以退 都是我的错 请副总主喜怒我 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朗朗 你回宗门之后 要一口咬定李无双被无尽门的人抓出来 即便防了 我也要利用他骗李长青交出灵脉 明白 我已经全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可以饶我一命了吗 只要你回到宗门后 老老实实指认李长治 我会让父亲饶你一命的 这次咱们终于能回宗门了 李无天属于我的玉佩 我也该拿回来了 黄宗 无忌门还有牧长春 全都是一群废物 一个中了毒的小丫头都抓不到 现在 也只能先想办法稳住去世了 大哥 不好了 何事让你如此惊慌 一点形象都不顾 大哥 无双被无忌们的人抓住了 什么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消息 这是牧长春刚刚传回的消息 而且我也找人确认过 无双的确在无忌们的手中 那该如何是好 大哥 不如用灵脉换无双回来 不行 灵脉对于宗门太重要 而且父亲还需要依靠灵脉尽快恢复伤势 无双不仅是你的女儿 可是宗门的未来啊 一旦有所审视 对宗门的损失无可估量 好 先等牧长春回来 要亲自问问事情的经过 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便再去跟无尽门交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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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 好 好 好 有 事就好 没事就好 爹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得亏了灵机 是他一路保护我 参见宗主 乳鸡三层 胡双 不要胡说 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怎么可能保护你 乳鸡三层 胡双 不要胡说 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怎么可能保护你 爹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一定要撞上灵井 好好好 爹知道了 我还活着 二叔应该很失望吧 什么意思 胡双 你安然无恙 二叔高兴还来不及呢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带宗主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都是那里程 我什么 这是怎么办 卡样子 好像是中了某种邪政 我被猪下的冲阱 这种冲阱 操作者可以随意控制生死 我 控制生死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啊 宗主 已经没气了 可恶 这礼长之果然还藏有后手 好险 幸亏大人交了一首控魂之书 不然就麻烦了 大哥 都怪我识人不明 这莫长春被人控制 向我传递了假消息 明明心也开要暴露 杀人灭口 胡说 你因为被莫长春欺骗误解二叔 二叔不怪你 但这种控制灵魂的手段 我们前缘宗可没有 你 好了 事情已经明了了 胡说 你二叔是我最信任的人 他不可能害你的 他也被莫长春骗了 一切都是误会 都散了吧 是 你很不错 我会特别关照你 多谢副宗主 我也会继续努力 二弟 你实话告诉我 牧长春被人控制这事 你是否知情 大哥 我确实不知情 不然也不会派他去寻找无双啊 此事 定是有人故意为之 为得便是挑拨我们的兄弟之情 你也别怪我多心 宗门正是于风雨飘摇之际 好在 双尔终于平安回来了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奖赏那个林警 虽然无双说是因为林警的保护才顺利回来的 但 我觉得此事还是过于蹊跷 也是 我看过他 区区一个筑基三层的修者 能保护无双冲破三大宗门的围剿 多半只是好运而已 那大哥的意思是 双尔自幼在宗门生活 平时一心修炼 很少接触外人 心思也单纯 我怕他因为这段经历 喜欢上了那个林警 他是我前元宗的未来 绝不能有这种千真的念头 一方万一 我必须早点断了他那点念想 双尔从未谈过男女之情 肯定是被那小子蒙骗了 大哥不如打发他一些修炼资源便是了 如果他安分守己还好 安分敢对无双有其他想法 直接赶出宗门 好 就按你说的办 续宝阁和穆长春手里的宗元丹都在这里了 为了宗门 我总算是能安心 真实力了 数进五层了 系统真是给力 普通修饰一下子吃这么多药 早就暴体而亡了 我却一点是没有 可惜战利品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得去想办法搞点外快 林警 你护送有功 这是宗门的奖励 增援单十颗 以及进入功法阁挑选皇级功法一部 多谢 我说好歹也是宗门继承者之一 拼了命送他回来 奖励这么少 我以为至少会给我一个内门 甚至是真传弟子的身份 不过 能挑选皇级功法 也是内门弟子才有的待遇 如今我修为不差 但掌握的功法还是太少 每次都只能硬忙 先去挑一步适合的功法休息 再才能找李不天那个混蛋 拿回玉佩 没想到那个被抛弃的废物 居然还能活着 听说 还是他一路护送李无双回来的 他 根本不可能 多半是走了狗屎运 一路上东躲西藏没被发现罢了 说得也是 我肯定是我那个妹妹 故意撒谎 想要掩盖什么东西 不过 我也不太想被一个废物垫 师兄请放心 我会解决那个废物的 龙门之内不允许私下争斗 想爸爸逼他上决斗台 我废了他 明白 师兄请放心 我会解决那个废物的 龙门之内不允许私下争斗 想爸爸逼他上决斗台 我废了他 明白 我要上楼选一本黄祭功法 黄祭功法 这小子谁呀 这不是什么真传啊 你还不知道啊 听说就是他 一路护送无双世界回宗门 护送 废物 这无双世界走一趟 让他一个筑基 还能邀恶功 如果有个要临警的人来 你务必要阻挠他 甚至可以出手教训他 好好探探他的叙事 哥 贸然动手 若是 你放心 这也是戴宗主的意思 大胆去做就行 黄祭功法只有真传弟子才能修炼 没那个资格 先贝 宗门奖离我可以挑选一则黄祭功法 这是令牌 我不知道你的令牌是哪弄来的 我只知道 楼上只有真传弟子才能修 更何况你不过筑基五层 也配修炼黄祭功法 还不滚 这才对啊 凭杀他就能捡这么大个便宜 去选黄祭功法 对 周知识最好把他赶出去 这可是宗门的令牌凭证 你一个区区的执事 有什么资格阻挠 放肆 你又算什么东西 我该 人家周知识只是散发了一点灵牙 这家伙就承受不住了 宗门之内 禁止私下争斗 哪怕执事也是一样 你这样做 就怕宗门惩罚吗 老父只是不小心释放了灵牙而已 何来争斗你说 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 出击五层修者 怎么可能有如此为样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的腿 在打颤 这家伙 他到底 我现在 能不能挑选黄祭功法 你 能 能 黄祭功法都在二楼 这些功法虽然品气不足 但好像都不太适合 能及上品功法 太虚见绝 太虚见绝 不拘于形 一切兵器具能以剑法化用 使用万般兵刃 如同使剑 剑心的至高境界 这可不像黄祭功法 为何从未听人学过这个 是功法 是残缺的 不过无妨 这太虚见绝又是修炼道门 凭神化剑 剑气自成 配合我的暴击术鞋 威力应该会极其可观 就踏印这本功法 没法踏印 纵门规矩 为了避免浪费修行时间 只有前人修炼成功的功法 才可以让弟子踏印修行 而这本剑诀 还是残缺的 从未有人修炼成功 难不成你以为 自己是什么爵士天才吗 那我不踏印 当场修行 没问题吧 随你骗 但是只限一个时辰内 那之后 不管你练没练成 我都要收回这本剑诀 他这是 要现场修行功法 自尽舍了吧 好不容易能选一本黄极功 还选了本残卷 真是浪费其运 还不如给我呢 作为神者 变化之极印 无剑一语境 凭神化剑 剑气自成 乃图神韵 奇怪 为何我有一种感觉 留下这本剑诀的人 仿佛是一笔待剑 用一招一试 写下了这本剑诀 这是 一个时辰到了大天才 现在把那本剑诀交出来 然后滚吧 这个要够看了一个时辰 发了一个时辰的单 怕是什么都没看懂的 白白浪费了这机会 死不量力 谁让他偏偏选了本 没人练成过的残卷 这是 太虚剑诀 太虚剑诀不易白 仅仅是残卷 也至少是第级攻击的基点 也不知是 为前辈留下的 说是能找到剑诀 太虚剑诀不易白 太虚剑诀不易白 仅仅是残卷 也至少是第级攻击的级别 也不知是你为前辈留下的 说是能找到剑诀的 林景 给我滚出来 就是那个护送无双师姐回宗门的林景 你有事 区区一个筑击五层的废物 配说自己护送无双师姐回宗门 废物不可怕 废物无耻才让人恶心 说完了没 说完了就滚蛋 别耽误我的时间 敢不敢跟我上决斗场一战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周昆师兄喂我 昆相 好好教训他一段 昆兄可是不如 铸鸡两年半的铸鸡七层高手 收血起他 易如反掌 你是我兵吗 是不是我护送李无双回来 宗门自有定了 需要你跳出来嫌脸大吗 果然是个无耻的废物 连跟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我不是你也爹 没空陪你玩 行 逾这废物上决斗场 把光明正大的废了他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命还真大 当初被丢弃在那么凶险的战场 居然还能活着回来 你是那时候礼物天身边的人 想起来了 你应该很想报仇吧 玉佩在哪里 你是说抢走的那块玉佩呢 估计早就被无双师兄随手卖了吧 卖到哪里了 想知道吗 跟我上决斗场一战 如果你胜了 我就告诉你 好 本来我不想惹事 但 这可是你自找的 忠记了 你们几个 去多喊人来 我要替宗门 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欺世道明的废物 一会儿你可别跑啊 小废物 林奇 是那个护送无双师姐回来的人吗 好像是 听说周坤师兄看不惯他道士其名 这才来教训他 万一他真的有实力呢 就凭他 周师兄如果五招之内没有击败他 都算发挥失常 光哥 我刚才打听到 那小子在藏经阁里居然练成了一本残缺的剑绝 并且威视惊人 是不是小心点比较好 说起来这废物 当初整他的时候 连助击都不是 现在却一下子五层了 速度快的精神 莫非那段时间 他真有什么奇遇 不行 如果是这样 必须得在他成长期的前干掉他的 不然对我 能听大哥迟早是个祸害 宗门决斗规矩 上了台后果自负 但是一旦对方认输 就不得再动手 你们可都明白 明白 慢着 我申请生死斗 随死斗 这 这是不给活路啊 可宗门不是规定 好 我要看起来 我要看起来 周坤 宗门最近不允许门内弟子擅自进行 麻烦了 是李吴天的意思 没办法 看来也只能 祝劳 他们生死斗准备开始 都没问 木槽就宣布开始 前云总早就禁止门内弟子进行生死决斗了 李吴天在这宗门还真是好大的面子 不过既然如此 本来还想找你一命 而接上我最强的一刀 小猪的命 您 绝不给抵冲的机会 我这一刀堪必尽单击 这天大的本事 休想挡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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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错吧 周坤师兄被一刀击败了 周坤师兄在核心地子里都算是强者 怎么会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太快了 这 你我东方都快啊 毕竟也只是助击 可我他不过那事情担心 实在也不看 玉佩在哪里 卖给了万山阁 不要杀我 这可不行啊 生死斗可是你提的 我怎么能 不成全你呢 住手 糟了 你已经赢了 宗门规矩 生死斗旁人不可插手 你这是要破坏规矩吗 宗门争斗 阁扰人处且饶人 可恶 若费这周坤师扑天的心 死在这我难以交代 才不讲唐长文书 说了生死斗 未分生死何来的生死斗 毕竟 不过是一场争执而已 他们早就不允许死死进行生死决斗 你若杀了他 就违反宗门规矩 就是 这个灵机也太狠毒了 虽说是生死斗 但同门之间 哪有什么血海宣仇啊 小毒鸡差 一点格局都没有 就是 就是 毕竟 不过是一场争执而已 我们早就不允许死死进行生死决斗 杀了他 违反宗门规矩 就是 这个灵机也太狠毒了 虽说是生死斗 但同门之间 哪有什么血海宣仇啊 小毒鸡差 一点格局都没有 就是 就是 好 好啊 我和你们讲道理 你们和我耍流氓 我和你们耍流氓 你们又和我讲道理 怎么说都是你们用理是吗 只准他谋害我 不许我反击是吗 可你毕竟赢了 你没受伤 我劝你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对啊 是没事吧 而且以周坤师兄的连品 肯定会手下留情的 一点也没有同门之一的觉悟 若是 不从啊 行 你想干什么 你比老夫出手 别以为胜了周坤就可以天下无敌 我可是金丹七三层修者 金丹修者 不是没灭过 你以为你是谁 是谁 是你爹 要往老子懒了也叫不了他 老公小姐 你以为我 怎么可能 无知识也败了 可是真正的金丹三层啊 我是人做梦吗 我开始有点相信 是他护所无双事也会动门了 对一切攻击都有可能触发暴击的我来说 他也须见爵士最识厚的攻防 仅仅是随手一击 就能听从击败金丹三层高手 兵击力这一块 再是不缺了 都给我动手 谁都不准再动 你 当着执法哥的面残杀同门 我们不会放过你 你好大的胆子 当着我们的面残害同门 我按照生死决斗的规矩灭了周坤 何来残害同门一说 我们早就竟然是你决斗 你这是末世族门规矩 立刻束手就擒 将这林锦带回执法堂 想个法子弄死 副宗主定会重赏于我 生死决斗可是周坤要求进行的 我可是正当防卫 你们要找罪 就去找他吧 我贼华舍 我拿下他 周小 今天我再要看 你们谁敢动他 无双小姐 天灵警残害同门最大恶极 执法堂秉公执法 奉命捉拦 还请你不要插手 好一个秉公执法 既然如此 就先把那家伙压下去 明知宗门禁止弟子生死决斗 他却纵容周坤 向民警发起决斗 这是何等默示宗门规矩 是 可能是我们刚赶到 还没来的节奏清除全部情况 我们这就走 谁让你走 执法堂未查明真相 就肆意抓人 你胆子大胆 明警 这家伙对你不还好 他污蔑你 去 给他俩耳光 赏他以后找找见性 好啊 你 走 我们走 老秦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多这些麻烦 这次的起因倒不是 我和你那堂兄 本来就有点矛盾 当初就他击伤了我 把我丢在了 和段龙松的战场上 这么厉害 还会被我的垃圾堂兄暗算 这个 一起走走 李长之那儿情况怎么样 你父亲还是不相信他是叛徒 事实上 如果不是沐长春交代 我也不会相信我二叔 或是叛徒 他可是我父亲的手足兄弟 而且在东门的地位 仅次于我父亲 我实在是想不到 他这么做的理由 你接下来一定要千万小心 哪怕是在东门里 也要时刻注意安全 李长之知道他已经暴露 接下来 恐怕还会有所谱 你接下来一定要千万小心 哪怕是在东门里 也要时刻注意安全 李长之知道他已经暴露 接下来 恐怕还会有所谱 你还会像之前那样保护我吗 喂 你可是带宗主的女儿 做门的修啊 心急 是因为这些 那如果我不是宗主的女儿 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呢 应该也会吧 原因呢 这个 当然是因为 我是个比较弱心肠的人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吗 有 其实 我觉得 小剑 不过 这个原因 等你未来再告诉我吧 我要回去了 不然 不然 我父亲又得生气了 林锦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爹给你的奖力那么少 但我 会为你多争取一些修炼资源的 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 你会变得更强 只有变得更强 我们才有未来可言 你 得先去万山阁一趟 将那梅雨被买回来 长治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灵脉 回禀大人 因为李无双安全的回来 我的计划被全部打乱了 所以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不信血本为你提升修为 还命令三大宗门配合你 对千元宗宣战 就是为了拿到千元宗的那条主灵脉 现在你去告诉我 还需要时间 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吗 大人 现在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完全掌控千元宗 再给你半年时间 我还办不到 可怜你和你儿子的命一起取走 多谢大人 我得到了灵脉修为突破 第一个就干掉你 副总装 吴建师兄大发临听 已经烧了好几人了 你快去看看吧 废物 都是废物 你连终极我 都对不了 该死 都该死 你在心里憋着看我的笑话 不敢 只是不敢 其实心里还是在嘲笑我 连一个废物都对付不了是吧 没有 有 来死 林警那个废物该死 你们也该死 住手 附近 快 快想办法灭了那个林警 区区一个林警就让你方寸大乱 如何能成大事 我 你可 这个废物 现在居然能击败金丹三层的凶者了 他一定是走公使运 获得了什么机缘 任由他成长下去 迟早会是个祸患 怎么 现在知道害怕了 我早就告诫过您要好好修行 只有自己强大才能无所畏惧 不过 你分析的没错 这个林警必须要及早除掉 不然会很麻烦 可他现在都能打败金丹七的直势了 我也不过才金丹而已 这事 我连选父亲你的帮助才行 去给我弄清楚 林警现在有什么动向 是 回禀父宗主 有人看到林警已经离开了宗门 似乎是去了万山阁的方向 万山阁 玉佩 一定是玉佩 灭了周坤 就是在打听 他组成玉佩的下落 那玩意当初被我随手卖给了万山阁 看来那门玉佩对他很重要 不然不会这么着急 就去万山阁想要买回 这么 他若是像帝无双一样 一直待在宗门里 我反而拿他没办法 李长治难得呀 找我何事 有一个名叫林警的 会来你们万山阁 帮我合理的灭了 价格 五万零食 稍后我会用船向复江林警的模样发给 好 价格 五万零食 稍后我会用船向复江林警的模样发给 好 这集市不会是金元宗附近最大的修仙集市 相比之下 当初的奇云集市 还真是个鸟不拉舌的小地方 就是张老 万山阁 修仙界最大的老牌伤痕之一 欢迎光临 这位小哥儿有什么需求啊 看外貌特征就是他了 这就是李长治华五万零食要我处理的人吗 看起来平平无奇 我有一枚玉佩被人卖给了万山阁 现在想要赎回来 请问玉佩为何名 品阶为极品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只记得玉佩为星空蓝色 长一寸一 上面有着复杂的印文 好 那我去查一查 阁下所说的玉佩 的确卖给了万山阁 只是 你想赎回去的话 恐怕很困难 为何 这枚玉佩 被我们万山阁收入了内裤之中 不再对外售卖 亏我特意去看看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结果就是块扔在地摊位上 都没什么人买的垃圾 但如果我不这么说 怎么勾引你上当 还请展规的想想办法 那枚玉佩对我非常重要 我也没办法呀 规矩就是规矩 除非 除非什么 还请展规直接说吧 按照我们万山阁的规矩 如果你能闯过炼狱三阵 就有资格从内裤中 带走一样物品 炼狱三阵 可否详细说说 炼狱三阵 乃是我们万山阁属有的阵法 本是我万山阁 招贤纳士 广纳人才的审核机制 由三道关卡组成 每一关的考核 都会随机变化 毫无规律可言 只有真正的意志坚定之辈 才能通过 这个炼狱三阵 有危险吗 若是凶险无比 谁还敢来面试啊 只是一些小小的挑战罢了 我感觉 这个王子会有些不大对劲 但玉佩我又势在必得 哎 如果那枚玉佩对你不太重要的话 我也不建议你去闯那炼狱三阵 毕竟这场面试是公开的 输了确实很掉面子 哼 不上大 就算你不去闯链鱼三阵 我也安排了其他人处理 今天的五万零食 我拿定 等等 你说这场试炼是公开的 对 好 那我参加了 还请掌柜的安排 不要闯链鱼三阵 哎 社中生 是又有人要闯万山阁的炼狱三阵 这下有乐子了 快快快 赶紧去看戏了 诸位 今日这位小兄弟要闯炼狱三阵 成功于好 还请诸位做个见证 区区一个铸鸡 哪来的冷头青 他不知道金丹都不一定 闯得过炼狱三阵吗 有乐子看还不好 那么 还请小心了 炼狱三阵有些随机关卡 还是稍微有点危险 知道了 还是吧 开胃菜 什么 什么 你是不是说了怪魅魔 你要是这一关 这位小子 该说他这运气好呢 还是不好 嘿嘿 这下他要丢大量啊 你别说 这魅魔 我都有点想深陷其中了 白痴 虽然是幻化的魅魔 一样会吸干你的灵力 亲爱的 我美吗 亲爱的 我美吗 把这种东西考验干部吗 哪个干部见得起这样的考验啊 不行 我的预配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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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瓦 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行为 仅值生风败俗 有本事冲我来 哎呀 可惜老父啊 年龄大了 不然怎么也要深入虎穴 闯闯着炼狱三阵 哎呀 奴家跳得有些累了 胸口好疼 要不要帮奴家 好啊 有啊 好想听那寿命顶上去啊 你是蠢货吗 一旦主动出手 可就着了魅魔的道了 哎 小小年纪 能坚持这么久 已经很不错了 虚虚魅魔 不过如此 也就比我前世 在各种短视频上 刷的各类女孩 漂亮一点吧 混蛋 本来还想着 让你被幻化魅魔 吸干灵气 再派人给你个体面 这可是你自找的 刚才算你好运 那这第二关 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是 影武者 这玩意儿可是天生的杀手 极其擅长隐匿身形 而且速度极快 这小子运气怎么这么败啊 先是魅魔 又是这个 幻化出来的影武者 实力虽然和试炼者相同 但仅仅是那五语伦比的速度 就足以致命了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这家伙的动作 好快 这是 哦 影武者的绝技 影欲顺杀阵 坏了 红剑 几乎没人能躲过这一招 这死完了 一位金丹兄弟自信满满来参加试炼 结果就败在了这一招下 这是什么招式 一无种大招被破解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都还活着 可恶 是你逼我的 我把这墙都开到最大 也算是有些本事 不过 也仅仅如此 那 这少年根本找不到 影武者本体的位置 只能被动防御 但是被动防御 终究会露出破绽啊 这家伙 速度极快 还才用地数一样的吸尽方式 必须要准备他的真身所在才行 不然迟早会被我玩死 人生在哪里 有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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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能打败金丹修者的影武者呀 少年到底有多强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啊 可恶 立场这不是跟我说 是一个普通的前缘宗弟子吗 这是普通弟子该有的实力吗 不行 事到如今 说不在这里干掉他 已经没法交代 只能如此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炼狱三阵 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 那种澎湃的压力 就算没有深陷其中 也能感受得到 仿佛有一尊巨孽将要苏醒一般 这小子的运气 也太差了吧 葬面人怎么被放出来了 这可是炼狱三阵最凶险 并且从未开解过的一关 我倒想看看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葬面人怎么被放出来了 这可是炼狱三阵最凶险 并且从未开解过的一关 我倒想看看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魔鬼面具佩文山 能到真实传说中那位 魔修葬命人 模样 能到眼前这家伙 是会强大的魔修 他不是三十年前 得罪了万山阁 而后被两位元英修者 联手灭了吗 看来万山阁 将他的尸体炼制成了傀儡 放入了这炼狱三阵之中 怪不得要叫炼狱三阵 居然还藏着这样一道试炼 万山阁的敌云 恐怖如斯 造命人生前 便是元英强者 就算成了傀儡 无法使用生前功能 但身体 也有着顶级金丹修者的强度 好强 比牧长春之流 还要强数倍之多 这少年不过筑击五层 根本难以抗拒 这连三道随机试炼 都如此凶险 这小子 难道得罪了万山阁了 竟然逼得我放出葬命 小子 以区区筑击的实力 死在这家伙手上 你足以自傲 只能净了 许剑诀 别偷 好强 这家伙什么来头 去查查 这少年为何会闯鲜狱三阵 好的 少爷 好 痛快 痛快啊 来 继续 凌神化剑 剑气自成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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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硬扛葬命人 居然赢了 入击硬扛顶级金单 这 这是何等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人才 真是个人才啊 这小子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弟子 本少一定要挖过来 少爷 我问了 那少年是前元宗的弟子 这次为了赎回这枚玉佩儿来的 但不知为何 黄掌柜插手了此事 原来如此 看来我与此人是注定的缘分 不 不行 如此天赋异禀之人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 我都等他成长起来 我就死定了 总是你何等天降奇才 但你没有背景 只能命草于此 没人会追求我 这是一枚极品灵石 谁这么好 居然用极品灵石当攻击武器 这一枚就抵得上十万普通灵石了吧 少爷 王掌柜叫他少爷 难道他就是万山阁的少东家 听说万山阁的少东家喜欢炫富 从他以极品灵石杂人来看 确实有点像 万山阁识人不明 王掌柜以权谋私 今日 不小心让各位看笑话了 洪秀 方狐狸 厉害啊 蠢蠢爆发肤的丑鹅嘴脸 别抢老婆灵石 快点快点 别逼我啊 别逼我小狐狸 小本人就有灵石杀死我 天大的负贝我借住了 捡钱了 我的妈呀 先恢复伤势吧 这事 万山阁会给你一个交代 放心 没懂 我如果真想命 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走不出万山阁 给本少爷解释一下吧 想好了说 如果三谎的话 我会让你死得很 少爷 少爷 我只是按照规矩 让他闯阵而已啊 是吗 难以没普通玉佩 需要闯炼狱三阵 我怎么没听过这个规矩啊 少爷 我错了 请让我这一次吧 我给过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带下去 言行可问 稳处是谁指使他的 不 我为万山阁出生如此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 我要见大同家 我要见大同家呀 虽然我给他的 是上好的疗伤药 但这么短的时间 便能恢复伤势 这家伙果然不简单呢 我已经闯过了练狱三阵 那枚玉佩 可以卖了吧 没问题 这是 什么情况 某种幻境吗 好多尸体 而且似乎都是顶尖强着的尸体 这里发生过什么 找到你了 刚才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玉佩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这一次摸到他 就会出现这种异象 玉佩的事情 等回去再探索吧 先搞清楚这家伙的目的 有兴趣聊聊 我还有 一个时辰 一万灵石 可以 这家伙 有的是机会要我的命 倒不如赚点 灵石画画 我得先问问 那枚玉佩 真是你的 家传玉佩 只是之前被人抢走了 王掌柜的口供出来了 那枚玉佩 是前缘宗李吴天出售给我万山阁的 我见过李吴天 一个天赋平平的顽固弟子 他应该没什么本事 从你手里抢走玉佩 此一时彼一时 那时候的我 确实不是李吴天的对手 好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也不好追问到底 开门见山 我觉得你很有潜力 想邀请你 成为我万山阁的名誉供奉 万山阁的供奉 至少需要金丹七层以上的修为 你为什么会看中我一个助击 有钱 任性 你是不知道有钱的痛苦 每天睁开眼 就是堆积如山的零食 这种压力 真的是让我好痛苦啊 算了 你也不会理解的 我们万山阁的名誉供奉 不一定非要选择 金丹七层以上的修者 一些很有潜力的修者 也在我们的筛选范围之内 所以考虑一下 成为名誉供奉 我有什么好处 首先 你可以享受每月一万零食的俸禄 其次 名誉供奉 在万山阁购买任何物品 都可以打七招 最后 名誉供奉非常自由 只需在我们万山阁 遇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出手相助就行了 当然 以我们万山阁的实力 整个北域 还没有谁能够威胁到我们 我要继续变强 需要的资源非常多 如果有万山阁帮助 获取资源会容易得多 这件事可以干 好 我答应 送你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就先送你一个小礼物吧 此剑名为天渊 难我万山阁 无意间得到 还是不明 虽然当下只是一柄普通的零件 但 罢了 你之后 应该会体会到他曾经的强大 你之后 应该会体会到他曾经的强大 怎么回事 我怎么对这把剑有种 莫名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很久之前 就拥有骨一样 果然如此 这把剑放在我万山阁十年 都未寻得合适的主人 看来此剑与你有缘 拿去吧 多谢 小声一桩 还有什么困难 你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零食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可恶的狗大祸 虽然很想问他 要个百八十万零食 但 还摸不透他的目的 最好还是别欠这家伙 什么人钱 可否帮我把所有的零食 换成增援单 没问题 需要多少增援单我送你 不过 你是要用增援单提升修为 这种方法虽然辩解 但副作用也很大 无妨 我自有分寸 好 那我便为你安排修炼士和增援单 爹 你找了那个王掌柜 他又失手了 事情我听说了 那个林井 居然能闯过炼狱三阵 不行 这小子潜力实在太可怕了 李无双当年都没这么夸张 整个修仙界 我已经好多年未见过这样的怪胎了 必须赶快去掉他 可是 爹 你急得金男强者都干不掉他 这次 要不你亲自出手 坏痴 我要是能亲自动手 我就直接去绑了李无双了 还会在这里磨叽 李长青那家伙 他虽然依旧不相信我会背叛宗门 但也不是像过去那样 对我毫无防备了 我现在出手 捏死一个助击手道青来 但 暴露的风险太大了 那怎么办 爹 那小子必须死 他必须死 李长治 我不是说过没事别打扰我吗 这件事很重要 帮我灭一个人 难得呀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我们无忌门 这些躲在暗地里的老鼠 怎么会主动求我们 这次要灭的 就是保护李无双回宗门的那个人 我怀疑他在逃亡中获得了什么机缘 现在那废物的修为一路暴涨 再不解决掉他 日后对我们的计划更是不利 而且 听说他杀了你们不少人 你们无忌门难道就不想报仇吗 仅此一次把他的新宗传来 他在军天即逝的万山阁 之后肯定会回宗门 你们半路劫他就行 还有 切记 那小子虽然只有助击 但我怀疑修炼了某种邪功 实力能硬汉金丹 很好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开挂时间 助击六层 想得不错 继续 修为终于达到助击七层了 没事了 等等 你 其他修者吸收那么多赠源 但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你这十个时辰就搞定了 可能 我吸收比较快一点 有系统 就是不一样 真快 我愿称你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我怎么觉得 你这话像是在污蔑我 没有没有 在送王掌柜上路之前 我叫人审问了一下 孤单行凶的人是李长志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能让前缘宗的三号人物 对你如此重视 将来吹嘘 绝对有资本 我就知道应该是他 我就知道应该是他 恐怕李长志已经知道王掌柜失手的消息 他现在对我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个预估 恐怕 这次不仅仅是金丹强者 甚至有可能会派原鹰来半路劫杀我 虽然有暴击系统存在 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 但 苏兄 可否帮我一个忙 喂喂 有话就说 你别这么亲热 有事说事 我怕黑 能不能送我回宗门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你一个能斩金丹的家伙怕黑 好吧 我只是惊叹于苏兄的财力之雄厚 想带你去给前缘宗弟子们掌掌见识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这就告辞 慢着 我送你回去 当然 我不是为了炫富 只是单纯觉得我们兄弟感情深 我就跟你说 是哪个不长眼的 无尽门办事 失去的就滚 别说我不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原因 如果我单独会做门遇上他 恐怕真免不了一场恶战 无尽门 阴沟里的老鼠都能嚣张成这样 给我转过去 谢 只可有路你不走 几句不闻你边 明弟 这种小垃圾就交给我吧 让你见识一下 我苏无命的超能力 仅仅都是金灾鸡皮法器 这怎么可能 你 等等 垃圾 妞 我如果这么有钱 哪还轮得找李长治在哪行 多谢苏兄护嫂 后会有期 啊 等等 你不是说了带我一起进去吗 给你们前缘宗弟子看看眼界吗 哦 忘了告诉苏兄了 你要进去可以直接给宗门下拜帖 自然会有职系来接待你 我没有资格带你进宗门 可是你就是找免费保镖是吧 苏兄对不住了 我还有事 后面常联系 有意思 少爷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少爷 你为什么对他格外宽容 换做其他人 恐怕早就被后葬了吧 难道 是因为那名玉佩吗 没错 就是因为那名玉佩 我看了 那只是因为普通的玉佩 连品级都入不了 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二十年前 我们万山阁刚见 无意间收到了一件 可以让魔修消除身体 以贩的宝物 此事被当时的敌对商会传了出去 引得诸多魔修围攻我们万山阁 当时咱们苏家都不忘了 但一个背着天渊剑的男人踏空而来 几剑斩灭了最强的几个东西 救下了我们万山阁 而那个男人腰间便挂着 就是那枚玉佩 后来呢 后来 他取走了那件宝物 便消失不见 半个月之后 只有天渊剑飞了回来 落进了我们万山阁 那就是说 林景有可能是那个男人的后人 难怪少爷对他格外宽容 可少爷为何不直接告诉他呢 时机未到 后面你会明白的 今后帮我盯着林景的动向 少爷我 还想和他多亲近亲近 好的 少爷 那 林石还撒不撒 废话 人都到了不撒林石 怎么对得起我的身份 我 我去 怎么有人撒林石 发财了 怎么能够给 幸福的时候灵验了 我给保佑 我多来一点啊 三番五次的试探 甚至故意欺骗了 但这苏无命 却对我格外宽容 他到底 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他到底 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算了 以后还是和他保持距离 现在最重要的 便是花时间稳固休 然后 去骑山城 两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将修为彻底稳固 距离筑击八层 只差一线 时间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去骑山城赴约了 这山洞之内 藏着莫大的机缘 为父便是靠着山洞内的东西 达到现在的境界 但若要进入山洞之中 就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要亲手灭了连锦 他永远都会是我修行路上的魔障 我 为父相信你可以 王儿啊 等你再次出来的时候 就是首刃临警之时 为父等着你 感觉骑山城好像来了不少人 林小友 你遇见入城之时 城主便已知情 可命我起来迎接你 多谢 你来赴约了 言而有信 你原来看错你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如果你将我去做的事很危险 我是会拒绝的 当然 这是你的权利 何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了吧 我希望你让我在岐江开启的钢煞秘境中取一口水晶棺材 钢煞秘境 那是什么 你不了解也正常 钢煞秘境是一个独特的秘境 就在祁云山脉内 每三百年才开启一次 原鹰以下修者皆可进入 据记载 里面不乏天才地宝和珍贵功法 而下一次开启 便是在三天之后 怪不得这么多人来骑山城这小地方 而且 原鹰以下修者都可进入 那对我而言 倒是不算太有凶险 这秘境是什么来的 他既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为何直到如今还未被色瓜完 说起来 我齐家倒也和这个秘境有不少渊源 齐叔 听说你又找了一个帮手 我们倒想见识见识 你就是齐叔叔找来的帮手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两人是修行世家 胡家的年轻乔楚 胡雷 胡婷 此次进入钢沙秘境 他们便是你的队友 这位名叫林景 钱元宗的弟子 钱元宗又如何 听说他们都快被人打上门了 而且 区区筑击七层 也配与我们一起进入钢沙秘境 齐叔 也是故意给我们兄弟拖后腿吗 你们不要小瞧了林景 他可曾经正面击败过金丹强者 金丹也有强弱之分 不是进入金丹期就能被称为金丹强者 他击败的那些阿猫阿狗 也配 齐叔 我们兄弟可不想和垃圾为伍 那你想如何呢 很简单 如果你能在我手底下撑过三招 我就勉强让你跟着我 陪你个打杂的位置 此行的收获 也可以分你点残羹剩饭 如果撑不过 就滚蛋 不用 倒也还算你失去 那就滚吧 我 我说的不用 试着 你们在我手底下撑过三招 要是能撑过 我倒是可以勉强给你们俩 留个打杂的位置 杀权不惨 知道 今后怎么和强者说话 怎么可能 这家伙 你 西密寺找到 你小心 是不下金丹下皮发器 斩阅双刀 金丹下皮发器呢 是 试试天渊剑的威力 不可能 中击发器 怎么会伤到我们的金丹发器 连我两招都挡不住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儿可不收拉 我要干掉你 够了 你们二人当着我的面 挑衅临近 如今一二敌一打不过 还不屑丢人吗 吴家虽然与我有旧事 不是你们放肆的理由 不要再在这里丢人现眼 滚出去 这件事没完 我原本还希望 给你找俩帮手 让你在秘境内 多一分把握 现在看来 好像有些多余 不妨 这种队友还是不要的好 你不妨再和我都说说秘境之事 让我有一些心理准备 刚杀秘境几百年才开启一次 里面珍宝无数 机会难得 附近想赌一把的散秀 还有不少大宗门的弟子都来了 大致都是冲着里面的宝物而来 有我牵头 几个想参与的宗门 已经约定好了 秘境之外禁止争斗 进入秘境之后 却没有这些限制 一切要小心 一定要活着回来 西山城的人来了 齐凤山好歹也算是东道主啊 怎么不能来 那两个守护家的雷霆兄弟吧 怎么还有一个住机器的混在其中啊 来搞笑的吧 那得看他能不能活下来了 跟你这种住机器的垃圾站在一起 真是丢人 丢人 那你可以滚 你 先生 秘境秘境 有他好看 你会看 无计门的人来了 天哪 是柳长空 听说柳长空早已达到了金丹七层 而且的修炼呢 是无计门最强的一个杀绝 居住那几天 灭掉过金丹九层的修长 看来无计门 向来又要多一个绝世杀什么 你就是那个 连斩我无计门树人的灵警 是你大爷我 没想到你还敢出现在这里 提前想好遗言吧 等进入秘境 就是你见阎王的时机 这话该我送给你 无计门 一群阴沟里的耗子 你们每次都让我打得很爽 希望你也不例外 这小子 未免太狂妄了 可能是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了 嘴嘴硬吧 小伙子怕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完了 骑凤山也保不住他 暖龙宗来了 原来是陈天龙 暖龙宗呀 哇 陈天龙 不得了不得了 陈天龙 小元 白痴 你没打听过吗 这可是和柳长空齐名的新一代天才 听说 他早就被立定为断龙宗的接班人了 哼 没想到你们无忌门 这次也打算参与这场秘境 只是来顺手灭个人 等等 我认识你 你你你 那个谁 钱元宗的杂鱼 听说就是你带着李无双那小妞 逃过我断龙宗的围剿 啊 你知道吗 可惜我不认识你 扶名小辈 嘿嘿 你坏我断龙宗的好事 这一笔账我可不会放过 等到了秘境之内 我会慢慢将你折磨身亡 你你就等着吧 啊 这灵情怎么还招惹了断龙宗啊 牛逼 我服了 招惹两大宗门 居然还敢来钢杀秘境 分明就是不小活了 没想到二位道友都在 那事后这小子的尸体 不妨之后教由我 来练制成傀儡如何 哦 天下殿的 无敌 无敌 这么牛呼呼的名字 修炼天下殿最强功法天之术 这是天下殿 您就被最强 天啊 天下殿 怎么今天天才都来了 还让不让我这种小卡拉在里面混啊 我突然不想进秘境了 你那算什么 还有人没进秘境 就已经注定必死了 无敌门 断礼宗 天煞殿 没想到啊 千元宗的仇家都齐了 接下来 好戏开始了 既然这小子和咱们都有仇 我看 不妨咱们现在就灭了他 可以 我没意见 子异 反正也就几招解决事了 没必要偷到灭镜了 坏了坏了 要动手了 我叫说 我叫说这小子 别比硬极了 跟你连远点 一个金灯七层 一个八层 稍微会有点急少 不过 也不是不能大 什么 几个是要在我面前 公然动手吗 其实 何必呢 为了一个小子 得罪我们三个宗门 这可划不来呀 你以为你是原英就能保下他 我们三大宗门 今日都有原英长老在后方压阵 你要为一个筑机的垃圾 一滴三吗 三大宗门 三大宗门 让我看看谁的口气这么大 一个只敢搞暗杀的垃圾宗门 一个只会仰仗几条蛟龙的废物宗门 和一个玩毒和尸体的砸碎 就这也可自称三大宗门 不怕笑掉别人大牙吗 又是那里来的风狗 我家少爷乃是万山阁少阁主 苏无命 你算什么东西 原来是万山阁的少阁主 难怪他可以不把三大宗门放在眼里 万山阁乃是整个北域最大的商会 很多宗门的修炼资源都得朝万山阁购买 确实有嚣张的本钱 也不知道陈天龙该如何处理 你就算是万山阁的少阁主 也不能毫无道理的羞辱我们三大宗门 你们张口闭口不要弄我兄弟 老子骂你们又如何 你们三个宗门 在老子眼里算个屁 苏无命 进入秘境之后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包括你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都是个问题 你在威胁我 告诉家里 以后段龙踪的人在外山阁买东西 价格一律翻倍 你 秘境开启了 冲啊 好 再等我 能不能再冲上一份 冲口就走 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就能嚣张 等进入秘境 就是你的死期 废话说够了没有 说完了就赶紧上路吧 我会亲手送你们的 好 希望你闹哨还能嘴硬 兄弟 想必我劝你别去 你也一定不会听 不如让哥哥我陪你一起闯一闯如何 我委托你那件事 你尽力而为即可 好 少爷 毕竟我无法随你进入 进去之后 还请多加小心 放心放心 据说进入秘境后 所有人都会被随机分开 兄弟 记得找我 哪里临时最多 哪里就会有我 你 哭 所有人都被打散了 正义境 怎么搞得和绝地求生一样 不是有些不关 不是 反应很快吗 不怪改变武器门的人 我应该不认得你 我一直想要加入武器门 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 甚好把你的脑袋当我的投名状 其实是你自找的 那我也不留宿了 你以为我是个弓箭手 就会怕进展 你 告诉我 最强的就是进 真的 我错了 我错了 只是开个玩笑 别 我错了 怎么每次莫师 触发的暴击都这么低 有人自己动吗 我知 什么情况 凌云剑 分射了这把武器 这就是肃无秘书的 是马剑的奇异之处 一把可成长的灵界 那家伙 居然就这么送给我了 这是 天元剑在指引我 那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几个颤抖紧入了 看来就在前面 也不知道 是什么在吸引天元剑 有人 又来一个窥是 我吃云果的家伙 告诉你们 先到先得 这脖子是我的 石区就给我滚开 在这秘境 只要你实力不够 你的性命都不是你的 小子 后一起灌掉它 咱们平分的 这吃云果如何 原来如此 天元剑是被 这二人的法宝 吸引了过来 都是金单品级的法宝 不比刚才那把公刹 小子 拿剑指着我是什么意思 找打吗 不不不不 别误会啊 我只劫财 不害命 所以 能不能请二位 把你们的武器 都交出来啊 区区助记 好大的胆子 既然如此 我们先联手 干掉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咱们预防相争 为他以翁得利 如何 好 先干掉这小子 再来收拾你 也罢 七连吞噬三把金单级的法器 也没见有什么变化 真是个无体洞 不错不错 这果子 还能轻微增强我的经过 触发暴击后 效果更是惊人 还来 这趟秘境之行 应该能裂个痛 不好 没不起头 总算是给我们逮到了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无形花交出来 不可能 这是我要带回去救人的 绝不会交给你们 那就别怪我们了 可恶 中了 这一击你挡不挡得住 这只罚酒 早把无形花交给我们 还能保住命 现在 不好 是 还是何人 又一起杀人欲获 这秘境还真是和吃鸡一样 一路过来 遇到的战斗如此多 也不知道 最后能活下来多少人 打劫 还请诸位留下法器 我可以不伤你们 一个蛛惊奇废物 也敢打劫我们兄弟 欠过不要命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 跟着毛坑里点蜡烛 找屎 再说一次 留下法器 不然后果很严重哦 欠你的 我又不是什么魔修 怎么一个个的 都比我记得真血呢 这怎么可能 老大可是金蛋五层修正 一个主机怎么可能一张秒的金蛋 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再说一遍 留下法器 我放你们走 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再说一遍 留下法器 我放你们走 早就让我结束了 是吧 无心花给你 能不能饶我一命 我打劫你们 也是为了应对我 要面对的强敌 而且我是讲原则的 说只要法器 就只要法器 你走吧 现在打劫 都这么专业的吗 秘境里实力为王 阁枪若是在这里灭了我 也无可厚非 这份救命之恩和不杀之恩 在下记下了 告辞 还是没什么变化啊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有伤心 是对着我来的 有似乎其心 而且这种熟悉的感觉 莫非是无忌门 错了吧 别藏着了 无忌门的阴沟耗子们 无忌门来的人 除了柳长空 好像都在了 小子 没想到你居然能发现我们 但你运气可真差 正好拿着他的脑袋 去跟柳絮絮会合 你们无忌门 在我手上折了这么多人 也应该知道我的实力 就凭你们几个金丹 也敢和我动手 情报来看 你小子确实有些诡异 对一般的金丹来说 扎手得很 但 没遗憾你遇到的是我们 揍手 秘书 暗地剥夺 这是我们无忌门的最强秘书之一 这周围的任何光芒都会被剥夺 你将什么也看不见 在那里 不仅价是光线 这里的一切声音乃至气味 都会被混响 你的所有感官都将不孝 而且 你别指望能冲出这片黑暗 我会一直死死咬住你 直到的季节 现在 让好气开始吧 挺扛揍的嘛 不过 心脏 喉咙 脊椎 肺 筋动脉 和肾脏 所有人身上的这些地方 都是致命之处 你的灵力还能当起下 无忌门 存在这么多年 确实有些东西 虽说 靠着暴击系统的增幅 我应该能耗到他们灵气枯净 但 严下这种情况 对我而言 也未必没有更快破局的方法 既然感官已经不能指望了 那就 试试依靠直觉 这家伙 难道这就放弃挣扎了 嘿 也罢 可能还想好好戏耍你一番 既然如此 这就送你上路 是 是吗 他 他能看见我 怎么可能 你的杀意 太显眼了 那么现在 确实开始了 怎么 会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从未有人能破解这一密射 你们 隐移小子 反应对约 所以说 阴沟里的耗子永远是耗子 一旦见了光 什么都不是 你 彼得意 成功可不是我们 把你千刀万绑 你 六藏空 他不来找我 我也可以走不去找他 不过 本以为那家伙会迫不及待来找我 但现在看来 灭我对他而言 只是顺手之事 难不成 那家伙还有什么任务 没什么搞头啊 这群人身上啥祸都没有 宝鸡倍率也低得可怜 这是 终于吃饱 要计划了 虽然外表没什么改变 但 竟然真的计划成金丹级法器了 家伙 组也太馋了 刚计划完又想吃啊 我再找找看吧 这群人还有没有剩余的法器 阳帝尾牌 阴阳定位牌 这玩意儿好像分为阳牌和阴牌 输入灵气后 作用类似对象机 在这秘境里 无几门剩下还能联系的就只有 六长空 既然如此 刚才那个人的声线应该是这样 柳师兄 你现在在哪 怎么了 我这里刚找到目标的踪迹 你们又在哪 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遇到了秦元宗的一个混账小子 虽然稍微费了点功夫 但 不如使命 总算是把他干掉了 好好 要不是有更重要的事 我这里也快完事了 定位 你跟着阴阳牌的指示 好 我们这就过来 六长空 就来送你上路 那帮家伙 难得倒是能给我好消息 还有你 出来吧 我已经看到你了 这家伙 因为你们总是看着我 苏妹小姐 何必这么躲着我呢 我可这特意为了和你做朋友 才来的这个刚煞蜜精啊 根本不想和你做朋友 看我想啊 我在看到你的一瞬间 就对你一见钟情 还请苏妹小姐千万不要拒绝我 不 不要 而且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只是脱我的身子 尹志 我告诉你 我很厉害的 不要逼我 你金丹都不到的实力 还想威胁我 虽然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消息 贫了命也要来到这个秘境里 但这次 你别想从我手底下逃走了 别 别以为你就这样胜圈在窝 是我这一招 无此量力 就这 这种攻击对我而言 还不如蚊子咬一口 谁 谁敢同袭我 你老子我 明天来娶你 你 你 林奖 你怎么会 等等 你不是已经被我的手下 快 剪过你 剪过我一样快 不惜我 给我 让我轰散你 这家伙明明只是镀机器 怎么力量和灵力会这么强 暴击25倍的力量 你只能和柳长空打成平手 这家伙不愧是无几门年轻一代的天才 原来如此 看来 这四个废物是被你干掉了 倒是小瞧你了 不过 你居然会自信到来找我 真是打错算盘了 还需宪决 可见这一招 小心 那家伙没这么容易被解决 这里 又是这种分身 你是强了点 但想伤我 还早了十年 这一招 似曾相识啊 这句话 原话奉还 想用这招对付我 才是早了十年 用点东西 来吧 让我给你好好上一课 有问题 在这边 把你引力的宝剑 屁然如此 原剑 给你出场了 用的是什么邪气 却在吹噬我的长空匕首 没这么多问题 该送你继续上路了 这有什么为法 手段真短 没想到 杀绝 难怪这么多人 舍在你手上 但可惜 命数到此了 是吗 我不觉得 还在虚张声势 以为你 你这戒指 我一会儿就让你知道 忽逆我的代价 慢 吃够了 赶紧先干正事 这怎么可能 你的剑绝能斩断我的影子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的招数 我已经全都看破了 你 剑决 难 不好 不好 财子 给我等着 临近 这些宗门天才不可小觑 保命的手段真多 不过 你跑不掉的 这些宗门天才不可小觑 保命的手段真多 不过 你跑不掉的 反应倒是不慢 连阴阳牌的联系都斩断了吗 你 你没事吧 我是 等等 你这家伙 就知道吃 也不怕撑死 没事没事啊 我的剑有些调皮 别在意 刚才多谢你出手相助 柳长空那混蛋 等我找到了那东西 迟早有一天要让他 既然你是柳长空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 这次我就放你一马 不打劫你了 大 打劫 你居然还是个土匪 多稀奇啊 这密教 不到处都在上演 路人夺宝的戏码吗 倒是你啊 怎么去去驻鸡的实力 已敢进这密教 你不也是才驻鸡吗 不好歹和金丹 就差一步之遥了 你比我都害你 还好意思说我凶伪 等等 你才驻鸡八层 可 那你刚才是怎么打败 那家伙的 柳长空那混蛋 可是号称原鹰已下他无敌 原鹰已上一换一样 你是从哪帮出来的怪胎和妖孽 你才是怪胎和妖孽 我可是 猫 猫尔娘 这家伙 什么猫尔娘 是高贵的灵猫血脉 抱歉 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人类整着猫尔 有些惊讶 你别协议啊 算了算了 量你也只是无意 这家伙 区区助击 能避退柳长空 要是能和他联手 再加上我的秘书 说不定 我说 既然你和柳长空是仇家 不妨我们接下来联手如何 恐怕不行 我仇家稍微有点多 你都惹上无忌门了 还怕什么仇家 难不成 你还能把几个大宗门都惹上 而且 我也不用你一直护着 我还是有一些保命的手段的 更何况 我还能精通医疗之术 你要是受伤了 说不定 还得指望我救你的命呢 把只小菜猫独自留下来 再遇到柳长空 恐怕确实凶多吉少 短时间内 我总不可能 接连遇上其他几个吧 好吧 你要一起 倒也无妨 可恶的林江 这次真是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那只猫 都给我等着 柳长空 不惜动用秘术联系我们 到底是什么事 和我一起围剿林警 你在开玩笑吗 就为了这 一个助击废物 还需要我们三人联手 柳长空 你脑子坏了吧 没和你们开玩笑 那家伙邪门的狠 我一个人干不掉他 到时候换你们单独对上他 也必然一样 这个林警 真有这么难缠 他不是才助击吗 无计门的情报来看 这家伙的实力正在飞速提升 我原本也没当回事 但教授后我才发现 这家伙确实邪门的狠 根本不是注击能有的修为 更何况 他屡次坏我们三大宗门的好事 必须除掉 可以 保险起见 一起出手干掉他 我没意见 但不是现在 我们俩和你不同 长空 我们都有宗门的任务 那个传闻 你们俩都是为了那个来的 反正秘境的可活动范围 会逐渐缩小 到时候那小子 肯定会露头 你先和我们一起行动 长空 咱们三联手 神秘境没人会置敌手 也行 那就让那小子 多活一段时间 儿啊 爹又来看你了 你放心 过不了多久 你就能醒来了 到时候 爹再也不会避着你休息了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管你要求什么 爹都同意 老祖奏 得到回身关后 一切都会如我们预计的一样吗 老祖奏 得到回身关后 一切都会如我们预计的一样吗 能 你无需担心会有变数 一切都在掌控中 明白了 请放心 管是谁带出回身关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会得到它 我去 咸冰草 居然还有龙蛇根 这个是猪门果 少见多怪 这些最低等的天才地宝 我根本看都不看 哎呀 麻雀再小也是肉啊 听你的口气 钢纱蜜精内 还有很多好东西 那是自然 我可是做过详细攻略的 这钢纱蜜精最好的东西 都被结界和阵法所遮掩 只有等时间到了 才会显露出现 那咱们要怎么找到那些好东西啊 而且具体时间又得等多久啊 别急嘛 让我来看看 你看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 你仔细看远处的地平线那 好像是 某种雾气 这 这是 瘴气啊 每隔一段时间 环绕这个蜜精的瘴气 就会逐渐缩小范围 待在里面会中毒 有灵力护体都没用 只能避开 这 这不就是缩圈吗 这怎么和吃鸡越来越像了 瘴气快来了 快走 这里不能久待 尽快进入安全区 怎么回事 这是 是组织法阵 又埋捕 拿来吧你 又是几分什么宝贝都没捞到的穷鬼 真是废物 头儿 瘴气再过一会就要过来了 咱们撤嘛 急事 躲在这等一会就多一份机会 说不定下一次就有肥羊呢 又来两个 速度很快 大概三分钟后就到 好 看来总算来个像样的 赶紧收拾一下继续 记住 咱们一步一个脚印 锁强做大 再唱辉煌 慢 慢一点 而且这飞行方式好奇怪 你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真的 动手 拿来吧你 麻烦 没想到还只有人赌路的 看这群人的收获 应该已经抗了不少人了 这家伙 到底是哪来的妖孽 刚才那伙人 每一个都是金丹以上的强者 结果几招就被他秒了 他能击败柳长空 果然不是运气 越往中心地点抗 人就越多 越有可能发生交火 尤其是我们 这个我懂 一边跑毒 一边厮杀 咱们两个修为低 谁看了都会想来养上一口 道小妮 我是有这个实力 你这点修为 是怎么赶到这秘境里来的 我也有自己的底盘 但是既然跟着你 看来暂时就用不上了 走吧 到时候 我要是遇到那几个仇家 你就赶紧先自己溜走 这里应该就是整个秘境的中心地带了 姐姐的入口 不久后应该就会在这里打开 没想到两个住机骑的都能来到这里 我看不如先干掉他们 成不大宝物也不能空手而归 让我看看是哪个先按摩住 来了 生意该知道了 有人抢先了 奶奶的 敢抢我的生意 是谁 谁怎么动手的 给老子站出来 等等 这是我家的两兄弟 进 回来 我们兄弟动手 你们有意见 灵气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又是你的仇人 算不上 只是两个送人头的而已 你真是嚣张过了头了 告诉你 我俩此前都在这秘境里得到了机缘 已经惊飞昔比 更何况 你以为先前那就是我们的实力吗 在外有奇凤山护着你 看现在 谁能保你 有什么技巧吗 那就送你上路吧 这些小老子 在秘境里找到了这把极品金丹法器 看我把你砸成肉泥 这是下老子 在秘境里找到了这把极品金丹法器 看我把你砸成肉泥 打赢不惨 这种家伙 连建筑用不着 比起柳长空的难缠程度 可差多了 所以我说 你们这是送人仇的家伙 大哥 灭了你 没放过你呢 现在 还有人想对我动手吗 好强 可明明是主机器 为什么会这么强啊 就算金丹酒餐 也不可能一张灭掉十几名金丹 这家伙 他在扮猪之老虎 果然 大多数人都是欺狼怕硬 只要产露出獠牙 有领事的人 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尝试 林请 果然来了 好 好 这次你再劫难逃 你想到这家伙居然周扰了三大宗门 这是活腻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看他这下还怎么向着 到哪里都人嫌狗眼 林将 你活着真是天理难容 你一个被我打得逃窜的落汤狗 也配说话 到底是阴沟里的耗子 得有人跟你撑腰才敢这么猖狂 别废话 一起动手灭了他 情况收有点麻烦 早知道应该迟点赶到他 快看 地面太烈了 扯祸 那是杰杰正在打开 杰杰打开了 走 如果松妹的攻略没错 里面的地形更复杂 适合我棍神墨语 把他们三个逐个击破 追 松门交代一定要取得重宝 就在里面 根据以前的记载 地宫现实的时间有限 必须尽快找到那东西 至于林井 能灭就尽可能灭 他们都进去了 好像没啥危险 咱们也重宝 好东西都被他们拿光了 在哪边 先躲过后面的追击吧 地宫每次都会发生改变 我需要时间进行推算 别说话 就靠这种垃圾符咒 气息消失了 看来似乎用了什么高级咒法 或者道具 那怎么办 那就这样放走他 要找那小子你们去吧 我还有任务 先不奉陪了 我一要 真没发现 难道刚才我看走眼了 任务 断龙宗和天煞殿的家伙 好像都是来找什么东西的 难道也是那口水晶棺 你知道成生棺 我答应了别人 要把棺材带出去 你也是为那个来的 那 那我们到时候 去各凭本事吧 可恶 三大做满的家伙 就已经够麻烦了 现在又将这家伙 出面的话 我可是一个都打不过 这么多人 都是冲着棺材来的 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啊 走吧 东西没找到钱 咱们依旧是盟友 到时候各凭本事 我也仅仅是受人之托 如果太危险 我也没必要冒险 那好吧 往这边跟我来 此路不老 要想从此过 给我 居然能倒下我一剑 可能知道我 不要有任何时间 并且那不知道在哪关 眼下不如先进一步 增强我的实力再说 情况有变 我们先倾手战场 减少竞争对手再说 如果能遇到那三个更好 不是 你怎么打架打上瘾了 我先打架 都给我把武器交出来 没收 哪来的神经兵啊 我去 是哪个疯子 无凭共处 武器没收 嗯 你还在这里找到了宝物 好 也是我的了 天呐 救命人 这个老子家伙吧 三大门门的人 怎么还没有把这混蛋生枝一把啊 啊 果然是马屋夜草不肥 人物横财不负啊 灭了它 灿烂图就是我们的了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缺缺一个金丹三层也可还送死 灿烂图 那好像是炼制圣品金丹的材料 我要了 我们又见面了 大哥 我抖 把旗你拿走 是我之后 在秘境里找到的 这次 我想要的是苍蓝厨 啊 这次 你的原则变了 呃 主要是我的天员剑 现在也吃撑了呀 你和我无仇 也没对我有敌意 这苍蓝竹呢 也是我要用到的 更何况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嗯 这样吧 你们几个都把武器交出来 就当是我给他的补偿了 这也叫有原则 啊 合着就我们倒霉是吗 这些 就当我给你的补偿 大哥 你这是有原则的好人啊 虎虫的灵力波动 肯定是 长生官出现了 子华 我们赶紧过去 前面会很危险 如果武是你的话 最好别靠近 大哥 你平时我也会走 先告辞了 我们怎么办 武器都没了 赶紧溜吧 这次秘境 要你一个比个多 走吧 别好处没落到 把命也丢了 果然是长生官 跟传说中一模一样 这地方的布局 明显 此处是一位强者的牧师 但为何弄得人尽皆知啊 这棺材到底有什么用啊 你不知道吗 传闻这东西可以医死人 肉白骨 并且能让人长生不死 咱们快走吧 不然就被人抢先了 我劝你先等等 第一个出头的 往往会是炮灰 总好是我的 什么鬼东西啊 这等绝世中牢 你们这些垃圾 心里是人指的 天煞电的无敌 我们知道你很强 但你也只有一个人 就是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怕他不成 一起炸 先灭了他 金黄狗 是 是我龙族的神殿某 快走 现在行走 迟了 现在 化作我的傀儡吧 好强 这两人 刚才那些修士 各个都有金单六七层的修为 感觉当面被图灭 叶军不自量力的发起 陈金龙 我们俩人都是为着棺材来的 但若是一战 定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白白便宜了 其他人可不太好 那你有什么建议 既然我们都是奉了各自宗门命令 倒不如一起就长生关带出去 等我们宗门各自的长老决定 要急 我同意了 原本想着 这两人先干起来 我做出遗翁之力 现在看来 如果这长生关 真有如此功效 与共与私 我都得想办法 换了这两人的好事 接下来你自己保证 我得想办法 拼一拨 你有一个 找他们两个 你疯了 是那家伙 原本计划等得到 长生关在处理他 没想到这只蚂蚁 竟然敢主动送上门 你我就把他撕碎 这体拿来面制成傀儡 一定很好用 什么鬼东西 自饶国师 各个都具有 王者生前的一对就为 居然都接不住 这家会气象 竟然从此 陪我报 到了 居然还能自报 上帝的家伙 我还阅读到 是老王 可恶 三十倍报警 都没能干 这家伙 你这没完没了 我 我说的没错 是 自然是有机行为 但实力举其强 简直就像是 练了什么拧天的优术一样 你以为我和无敌联手 轻易被闪灭 看来是我们的一孤长了 到底是你们跟我的年轻一辈的 挺极天才 这么多宝剑 一直是让他们满受了伤意 无敌 不能再长招了 此人绝不能留 好 你还给我试试这招 尽管 这又举什么玩意儿 既然如此 我也不藏着铁城 上天的血魂阵 可断龙宗霸龙拳 糟了 血魂阵内的幽灵 可吞噬敌人惊险 而霸龙拳 则高梦无辟 这灵警 是把两人逼到了极限 神经 今非昔 什么 这些伤心凝聚了 吃过 以为这就能倒败我们 这招 我的人钱我借好了 严谦 骂我 只要我的血魂阵没有被破坏 幽灵会不断的出生 直到吸干你全身的血液 如果你的阵被打破了呢 你是在做梦吗 我的血魂阵是用无数生活凝联而成 生生不息 永远不可能被打破 凡事都有必换 现在 等等 这一命气势 开什么玩笑 拇指它 这些也接下 来得好 其实这一剑 是为你准备的 我冲我们的血魂阵 你敢放肆 你给我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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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死 快 都给我上 金子 你忘了 啊 不 你先 我拔的一剑 我忘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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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他居然赢了 这家伙 居然真的打赢了他们两个 居然这家伙已经没事了 那我倒不如趁机 可别怪我呀 我可没你们这种天才那么逆天 等等 这动静 这两家伙居然还没死 居然能将老婆逼 我倒想看 是谁敢挑衅我天煞天的威 无杀 你这老家伙怎么也出来了 难道你的子孙也被人逼上绝境了吗 人大胜 嘿嘿 看来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啊 居然能同时将你我的后背逼上绝境 啊 这种连力波动 比金丹九层强大很多 只能是 眼鹰镜 居然是眼鹰魂像 这是元鹰七修者专属的手段 将自己的一缕晶血 放在后背的身体里 在后背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会自动处罚 魂像 差不多拥有元鹰修者三分之一的实力 小子 是你动的手 哼 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老东西 是我又如何 很好 已经很多年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我会将你的骨头 一寸寸打断 看你还有多硬 算我一个 居然能同时战胜我和陈大胜的后背 杀死这样的天才 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别啊 徐建军 红区 不愧是颜鹰修 四十倍的暴力 居然也挡不住一招 哎 居然没死的 难怪能把我的后背逼上绝路 陈大圣 这么多年没见 你是丝毫没有长进啊 让我来吧 不行 这俩老东西实力太强了 这家伙 居然连原因强者也敢会见 真的是胆色过人 可惜 我也帮不了你了 只能偷偷带着长生官离开 不要怪我 真的 那是 那玉佩 她怎么会有那玉佩 注尽和月鹰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只能依靠系统的暴击 杀开一条血路逃出去 咦 居然又没死 看看你还有多少本事 老夫慢慢虐杀你 找找点乐子 来看看咱们谁心的 我 我 要掉链子 这 我 看 天鹰的力量 简直不是一个亮棋的 哈哈 果然是个绝世天子 你能当作我们二人的攻击 不过 完成多久呢 四十五飞的暴击也不行吗 难道 只要死在这里 四十五飞的暴击也不行吗 难道 只要死在这里 不行 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 去死吧 现在谁也 四十五飞 先跟我这一关 四妹 解神 那我就先拿下你 再杀林警 来我将你带回宗门 去吧 去吧 也会让你生不如死 是你说梦 确实 坚持下我的真本事 反肚之术 你居然 已经能使用这一招了 难怪无尽没想得到这个女孩 身怀猫用的血脉 如果与柳长空融合 会将尹杀绝的威力提升数倍 现在该磨了 啊 哇 我 尹杀绝 万一给我借招吧 妖虫小姐 怎么样的招式还想来对付我 这就把你从那咽沟里逼出来 哇 尹杀绝又被破解了 凭什么 你 贱人 你 陈大圣 无尽门的小子似乎抵不住了 我们三大宗门同气连枝 如果那小子死在这里 出去不好跟无尽门交代 反正也玩得差不多了 那就先杀了这个小子 再是会给猫又血脉 那就 你确定解决掉这家伙 有 走 林杰 你放心 我说了有我在你死不了 这是 猫又的天赋神通可以短距离闪现 快追上去 别让他们跑了 你快跑 你 想都别想 有事啊 你能 记住这一件 以守护的意志 所展出的剑钞 此件名为 他一件钱 越是飞 这 这是 此等建议 那个猫头小子 那可能 陈大圣 咱们失算了 我明白 此次前例绝无仅有 若任机成长起来 毕竟是我等宗门大帝 绝不能聊 无仅们的小子 看好长圣关 今日 一定要将那小子干掉 哇 醒醒啊 鱼顺 你 大圣我只会是雷顺 放屁 你帮我打了致命攻击 我丢下你 岂不是跟畜生一样 快点 再快点 果然 如父亲说的一样 悠悠那块玉佩的家族的人 都会像当初一样 保护我们家族 这 万维一家 全部被瘴气包围了 西头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给点力啊 含在嘴里 你会没事的 瘴气的浓度 三十二比应该够了 吹 吹 冲进去了 钢上蜜巾的瘴气剧毒无比 只有原因修为才能抵抗 他既然冲进去 应该必死无疑 可那小子古怪的很 以助击修为 居然能和我们两人交手 我怕他有特殊的手段 追上去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杀医还在锁定我 可恶 这里的原因牢狗 以密服 希望这次也能奏效 怎么说 我知道了 明明刚才气息还在 我也不清楚 难道是去了别的方向 不可能 我一直锁定了他的气息 以密服 毕竟是低等服装 不知道能不能替我原因修折 无法 仗气离他跑不远 老夫能逼他现神 别死 爸 在那里 到底应该怎么办 放下我爸 你一个人更有机会逃出去 闭嘴 人生真是寂寞啊 他们拼命争夺的天才地宝 对我来说唾手可得 真是无趣 也不知道林景怎么样了 那小子 可别折在秘境里啊 诶 等等 那个身影 我没看错吧 那是林景 我没看错吧 那是林景 兄弟 这里 是你 先帮我救人 这猫儿 浮屠山苏家的人 先别废话 你身上有没有带疗伤的药 品级越高越好 回阳丹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救活 嗯 快 吃下去 站住 该死的 这两头老狗怎么追得这么快 有人追杀你 这次有点麻烦 是两个原鹰器的羞扯 你还是赶快躲一躲吧 有得继续跑路了 诶 等等 哇 刚上秘境就这么大 你又被锁定了气息 在仗气里能逃多久 能逃多久算多久 如果给我时间 突破到金丹 一定能攒了这两头老狗 你需要多久时间突破 至少一天 一天吗 我来为你争取一天的时间吧 你 那可是两个原鹰修者 你赶紧带着他走 别浪费时间了 多谢 找矫情 只要下次见面 别向以前防着我就行了 两个人 还好 应该是通过秘书投影进来的分尸 我 学习 老狗 没路不通 少赢我滚下来 你是何人 全敢阻拦老夫 万山阁少阁主 苏无命 万山阁 万山阁的少阁主 他爹有点麻烦 可那小子强力太大 必须尽快除掉 不然后患无穷 那也起得苏无命 我们还是好言相劝 如果他让开道路 那是最好 如果不让开 死在秘境之内 也没人知道是我们动的时候 好 就这么定了 苏家的少阁主 此事与你无关 还请你不要阻拦我们 你应该也不想 为了一个人 和我们两大宗门交恶吧 抱歉 但灵锦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总得帮忙做些什么 不如 我给你们一人两百万零食 此事就此作罢如何 何其生财吗 我劝你 最好不要挑战我们的耐心 那如果我非要挑战呢 别走 这种神度的攻击也想杀我 你是瞧不起我万山阁的宝物 互存量吗 难怪你如此嚣张 原来是有原因护体法器 老头 一起动手 速战速决 不要你做 这是进了 一个进一个的 给我 如何抵挡 没办法了 顺一符转 连这种鸡皮符转都有 真是毫无人性 不能再拖了 管他有多少原因护体 我们俩联手 统统将他摧毁便是了 要动真格了吗 那我也只能奉陪了 山河 不好 那是山河盘 没想到他爹把这王爷都给了他 只要被山河盘笼罩 就会陷入特殊的领域 打破他 好戏 开始了 这是 打住 那里不弱 你上 什么 开什么玩笑 想象而已 不过 雪河 是 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子 灭了你 就是现在 是 幸亏又是 金阵将他们的精神世界拖入了幻境 只要不去惊动他们 加上零食足够 拖他们一天时间问题不大 这次可真是破费了 你先好好养伤 两名原营修者追杀 我们逃不出去的 那可不一定 只要我能晋升金丹 局势就能翻转 你不知道原营修者的可怕 我根本就不是金丹器能够对抗的 更何况还是更突破的金丹器 你放心 我会带你平安走出秘境的 之前几场战斗 我的修为已经迈入了筑基九层巅峰 本来该练制破锦丹 来破入金丹井 这个前行骑到这些天才地跑了 想要寄生金丹器 就要不断压缩体内灵力 最终再形成金丹 而这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如果灵力控制不好 便会失死到消 如果灵力控制不好 便会失死到消 开始了 举金丹 这就 切成金丹了 不愧是那个家族的后人 果然是绝世天才 有了系统的忙碌 迎接金丹的确快了不少 但只是对普通的金丹 远远达不到我想要的标准 谢谢 便是要运转小周天 每运转一个小周天 金丹便会强制 天津地固可灵力还有很多 足够我运转周天 第一个小周天完成 继续 这俩老东西的实力 有点超出了我的预计 世青镇恐怕控制不了 他们多久了 你的把戏 该结束了 这么快 这俩真什么 山河盘的确强大物 我们也差点着了你的道 只可惜 你只是清单酒情 根本无法将山河普的威力 全部激发出 如今你法器已破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跟我们抗衡 法器只是道具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诟验 哦 凭你一个金丹七 能有多硬呢 马上 你不能见识到哪 真是不想用准这一招 不 可恶 可恶啊 这容易波动 竟达到原音器 甚至与我们两人持平 施展他 到底是什么法术 一定是某种秘术 让他能短时间打破修为界限 但应该 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接下来 王宝宝 小瞧我了 怪力 还是你 阿里斯 竟然还是修 有意思 有意思 不过是秘术加持 我看你的坚持多几 他居然 走了三十五个小周天 一般的修者极限便是六个小周天 天才修者也不过二十八个 三十五个小周天 在整个北域 也从未有人打到过 上一个小周天 便能打到三十六四大零板 但零力已经不够了 你怎么这一步 原本三十六周天 不甘心啊 这一把 快停下 你的零力明显不够了 尝试冲击三十六周天 快抱天儿王呢 我能停下 请说过去 洗澡 看你的了 三十六九周天 完全运转 他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 现在怎么样 放心 我没事 现在 是时候去咋了那两个老狗吧 还是太勉强了吧 看来 这定时时间到 金丹中就只是金丹 永远也无法战胜原因 少爷我能拖你们这么长的时间足够 兄弟 你快点啊 我快撑不住了 难无了我这么多 没办法了 老爹 你给我的保密法器 看来只能用在这儿了 你终于来了 怎么能我差点就挂了 一手抱着妹子 一手红罪员 一手紧的攻击 我记得全世界就你会耍帅呗 照看着他 我先踩那两头老狗 万万 但我是你的仆人呢 又要帮你拦着敌人 他要帮你招工妹子 来来来 都是鸡皮好药 别客气啊 趁着玩 小子 你触破了金丹 这 怎么可能 为什么这么快 没错 所以今天亡的 会是你们这两个老狗 你以为突破一个金丹 就天下不敌了吗 别再摸索了 在这个家伙身上 实在是浪费了太多时间 请解决它 就这 可恶 这小子是什么情况 他明明刚刚才破入金丹 气 防御怎么会这么强 没招了 他现在 赶索了 我快的速度 你再 你欲击换完尸体 重力 死了 给我接住 给我接住 不知所谓的攻击 还是那句话 就这 不 不可能 我刚才的力量 就算原因修缠 也不能安然无恙地接住 那只能说 太弱 不可能 你又是什么秘书 你别想唬我 太虚神韵 开天 这是何难的 陈大圣 这小子潜力太大了 拼了魂像报岁 你一定要灭了他 就按你说的难 能把我逼到这一步 确实厉害 但是你还是完了 所谓天才 没活下去什么都不是 糟了糟了 这两老东西要构极跳墙了 怎么办 恢复你们这种疯狗 我还是只有一句话 就这 两位前辈 应该已经将林景斩杀了 等把苏美那个借人带回来 老子一定要好好蹂躏他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 那不是三大聪门得到的棺材吗 难不成这等重宝诞生了自己的灵志 能够自主选择主人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都有机会啊 快看 他停住了 肯定是在选择主人 我娘说我从小运气就好 这棺杀的主人肯定是我 我有大地之词 棺杀非我莫属 这是怎么了 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在对剑 我在对镜啊 我醒了不掉 能跑啊 还有 食物 若你们真身前来还有些麻烦 那两个魂巷而已 看我扎了你们 这怎么可能 一个刚凝成精丹的 居然能击碎我们的魂巷 那怎么回事 长生官怎么自己飞走了 六长空不是 这是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不恐 在吸收我们的魂巷 快 快展开和这具身体的 那 那 什么情况 长生官居然有自己的意识 这东西 跟传说中完全不一样 有一种 不太妙的感觉 这会是 夜火 那是夜长之火 快离它远一些 那东西是 所有雄士的克星 这长生官肯定有问题 它似乎得攻击天空 难道 它是想打碎这瓶秘境 秘境 这种事情 可能吗 那是得什么要等级的强者才能做到的 刚杀秘境 碎了 这股感觉 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我现在以灵魂的形式存在 无法自己离开这里 只能有你带我去刚杀秘境 一定要阻止魔 否则 齐山城就危险了 更别提复活你儿子 好 走 刚上秘境 最厉害 之火 谁呢 哪来的夜长之火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 算是没到万民了 太闭嘴了 快 快走出去啊 雷炳 你不用放魂像 迫害我们的弟子 今日你休想逃跑 天王老子来 你也得亡 最后把你们的魂像和弟子吞了呢 不是我 不过无所谓 死回灭 就来吧 你以为战胜我们三分之一实力的魂像 就能战胜我们本尊吗 今天我要 那不是都写出来了 那是 丑门中的长生关 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宋门的其他弟子呢 人是夜长之火 那为何会在长生关之上 那是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没事吧 那是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清楚 长生关突然冒出了夜长之火 还推逝了很多人 说起来 长生关能长生的消息 到底一开始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对啊 不是都说长生关可以复活死者吗 现在这情况 怎么看都不对啊 此事 我 老祖 长生关已经被磨占据 我要去驱散夜火 否则长生关迟早会被破坏 你的儿子复活无往 我儿子 老祖 夜火 是谁告诉你 那关才能复活你儿子的 是那个什么老祖 那是我其家老祖的一缕残魂 他对钢上密集很了解 是当年第一批进去探索的休者 疯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行 找你怎么了 那是什么 长生关内居然有人 该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看 是老祖 那是老祖当年失足的残缺 可 为什么他还会保存着 这也是 是 我终于成功了 小王长王子 是夜火 是夜火之躯 西光山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老祖 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夫不计千百年 为的就是成魔的这一刻 只有成为了魔 我才能真正的永生 那长生关 一直都在骗我 没错 长生关只是老夫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准确地说 长生关是老夫存放魔区的容器而已 这世上除了成魔 哪有什么长生之道 所以 刚上秘境也是你的布局 不错 老夫费尽半生心血打造这口棺材 将其放在秘境中 而你们这些各个宗门 那些最出处的天才 相互互相杀法所带来的鲜血 正是用于滋养我义国之区 最佳的养料 假的 都是假的 那我儿怎么办 我儿怎么办 可恶 所有人都被他骗了 刚上秘境本身就是个陷阱用的陷阱 这齐家老祖 我的成魔简直不择手段 大家一起都是灭了他 不 老胡若是没有把握 岂敢出现在你们面前 正好 刚起来 我的夜魔之区 正需要血肉精华来滋补呢 还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养分 是呀 快跑 他那是有一颗黎元一九尖 还有夜火加持 不是我们那个对付的 这二哥 但我们都不好了 那有多秦山城的人 都会成为他的养分 这世间鬼了今天 罢了 与我们无关 别管了 先撤 林静 急着先放你一马 带你逃不过的 快走 别送门 快 快跑 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赶紧逃命啊 兄弟 我们也快跑吧 这家伙看着就很牛啊 秦山城的那些普通人怎么办 那怪物抓不到修士 恐怕 就会向普通人开刀 哎呦 这时候还管其他人了 先保住自己的命啊 大不了我们回去搬救兵 这么多做门大佬 总有人能收拾他 哎呀 救兵 救兵当然能找到 可等救兵赶到 这城里的人 怕是一个也生不下了 不 我不走 我想试试 能不能阻止那个怪物 你疯了 盈盈看了他都只有逃跑的份 你虽然斩上了那两条老狗 可他们当时只是三分之一实力啊 你可别膨胀啊 不是膨胀 我很心命的 但我心命的同时 也只有一个底线 反正我就追求一个念头通达 念头 通达 对 我当然可以去这么跑 然后又 我实力不够 反正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领着 我救不了那些凡人 来为自己开脱 这些都只是借口 什么都不做 甚至不尝试一下 就灰溜溜地逃走 然后看着一城的人 被那家伙血迹 我做不到 稍后看着一城的人 被那家伙血迹 我做不到 你帮我护着苏美走吧 我得留下来 试试那家伙 你 算我倒霉 看上你这么一个朋友 我生命陪你了 我 我也不走 我相信你 我们一定可以 斩上那怪物 一个个逃命倒是快 看来只能先去城里 居然还有肥宝的 老夫就先享用了你们 老族 祁古山在此 还请赐教 祁古山 你敢忽逆老夫 好大的胆子 你既已藤魔 可为云族之敌 身为祁山乘途 定要保护城中百姓之安危 给你拼死一战 很狠 本来看在你是我后人的份上 还想饶你一命 只想通了你这无腻的后辈 就整个祁山乘途路干净 你尽量天里拖住他 老妻子赶紧离开 老妻倒是不小 老祖宗试试你的尽量 给我 破开 老妻 后背随不抬 他也是原鹰八层的修者 仅仅靠这些魔艳 醒必我 还不够 你放肆 那边呢 老东西 简单的小辈都敢朝我出手了 好啊 好得很 老妇把我去睡吧 那义无 仅仅天然克制人气 还能破开他的防御 那是怎么了 难道 你先告诉我 你可以破开夜火的防御 好吧 看 这是什么法器 竟然能吞噬我的夜火 还是 还是活不了 什么 可恶 凭什么 小子 你和你的法器 都要成为我的养分 性生精端之后 还没有全力一战过 今天 就拿你来试试我的极限 我 太虚剑绝 这一剑 我依靠着太虚剑绝 和系统的帮助 也不过是坑坑平手 好强 既然能挡住我的一击 证明你已经有了与原英雄者对折的实力 这样的天才 我最喜欢吃了 可惜 你到底只是个金单 你这样前途无量的天才 对手 我不逃跑 是你最大的错误 我会将你废掉 慢慢享用你的血肉 凌驾 风静 居然想用其将家传密室风静 这也很可惜啊 我坏住他了 过了他的夜火 明白 我 碎你的法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了夜火的家庭 一夜 注定被我封印 你我 临行化作固谷吧 可恶 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妄想靠祖传的封印术困住我 愚蠢 可恶 还差一点 灭了你们 我要灭了你们 不好 愚蠢 你以为老夫只会用着魔咽 我来帮你 还好 我还有一张睡衣服 你不行 你亲手把你打成肉泥 你 又完了 又完了 我本身是能推是夜火而已 多到你 也是 你动着金丹法器 是吗 那这金丹法器 必能缠你 再来咱们这招破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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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你 啊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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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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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开 你 到此 为止了吗 不 绝不 还不小心 那我就 我 彻底 粘碎你 七凤山 你 林家 有句话我确实没骗你 你 和我儿子长得真的挺像的 林家 疯 七凤山 你要同归于尽 你疯了 谁给你的这个胆子如此无腻我 老祖 我 以我骑驾而骑 因骑驾而落 好被齐凤山 请您上路 请我上路 你休想 这一招 能结束那家伙吗 等等 那棺子 那棺子也被 哈哈哈哈 齐凤山 你以为有生命为代价就能封印我吗 你太天真了 这可是夜魔之躯 你们 一个也跑不掉 你先走 这家伙 我来拖住他 嗯 嗯 有此量力 啊 乖乖的 你 你化多浩夫的养料吧 你怎么放开他 哈哈 别着急 我先吞了他 再来享用你们 哎 爹 想都别想 啊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老师的夜魔之力会溃散 啊 我 这是 你怎么肯定我 我不敢的 我 我只能在此 啊 我 这是 啊 啊 又是 这里吗 怎么好像都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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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景 林景 醒醒 林景 林景快醒醒 嫂妹 我 刚才看见了什么 林景快啊 你的玉把那家伙压制住了 但还没完全死透 给他最后一击 不 不管告诉那是什么 必须挟持现在 老不死的东西啊 这次一定速以上路 啊 再寻见诀 越之飞 啊 我把你和你儿子 一起安葬在这里 希望 你能安息 唉 这一趟秘境之行 当真是惊心动魄呀 少爷我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我要回家看看我老爹 就此别过了 唉 你也要注意啊 前缘宗那里 恐怕还有人等着你吧 等着我 你是指 我 也要赶回家族了 长生关只是个骗局 此事我需要去回报 好 如果有时间 请你务必要来我家族一趟 我家老祖应该有很多事想跟你说 好 若有机会 我一定会去办法 多保重 终于要 齐城主 救命之恩 无以回报 今后 齐山城若有难 我会尽力帮助 希望你全享安息 是时候 该回前缘宗了 时间一到 我儿该出来了 儿子 你 灵姐 她在哪儿 她 似乎去了齐山城的刚煞秘境 但最新消息传来 那里似乎 无妨 只要有大概的位置 我就能找到她 不过 现在我好饿 我需要大量的血肉精华来补充身体 既然饿了 哪边去找吃的 不过 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你大伯和一些直视发现了 发现了又如何 正好是我的养分 你 你长青已经对我起疑了 若是 既然如此 天儿 等这 也一定会给你复仇的 大人 尝试求见 李尝试 你儿子在闹出去没多久 你又有什么事 大人 我 我 我想成活 我之前数次劝你成活 都拒绝了 现在为何又想通了 我儿没了 我再无牵挂了 宰了那个畜生 宰了跟他有关的所有人 你儿子 你出事了 混账 你非我才出去多久 你呢 你是谁也暴露了 你是知道这种影响我们的计划 你将整个千元宗摧毁 到时候灵脉不也属于你吗 给我力量 就给我力量 哼 减凭你一个人 成了魔也还不够 不过 既然你有这个觉悟 我要会叫其他警罪门的人配合你 笑死吧 你在前言中无与伦彼的变化 行 给我等着 那不是灵警吗 他消失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出事了呢 这家伙 真的 这家伙的气息居然惊丹了 没有粒子虚化的气息 你承知呢 你干什么 这里可是二长老的宅邸 没有允许 任何人不得靠近 你承知呢 金丹齐 二长老他 他出去了 轮不成跑了 他儿子都给我载了 我决不相信 他会这么灰溜溜的逃走 还是得想办法 林景 你这家伙 前段时间跑哪儿去了 我还以为 你 你居然踏入金丹境了 怎么会这么快 出门在外 装上了一点机缘罢了 我怎么感觉 你的金丹气息浩瀚无比 比我墙上好多啊 你结丹的时候 运转了多少个小周天 三十六个 三十六个 我从未听过 有人结成运转圆满小周天的金丹 只是运气好而已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李无天 李无天成了血魔之躯 难怪 难怪咱们宗门边上有几个凡人的村子 人全都失踪了 我爹还派人去调查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关键是李承志 李无天成魔 肯定和他爹脱不了关系 那家伙本来就勾结外人 试图跌捕宗门 不行 这事太严重了 我得赶紧去告诉我爹 至于他信不信 只能 希望他能看清了 啊 还有 李长枝现在肯定和你入骨 你千万别再一个人出宗门了 你 这话 其实我想你也不需要我提醒吧 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你连珠基都不是 现在居然结成了圆满的金丹 我都快要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这不是好事吗 我越强大 便越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那 被保护的人里 有我吗 这 当然 包括你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开心的话 啊 哦 好了 别盯着我傻看了 我现在马上回去 警告我父亲 当然 你干掉李无天的事 我会暂时隐瞒 你可千万别一个人乱跑了 好 这次面对齐家老祖 除了天渊剑 多亏了这块家传玉胚 它似乎是邪魔的克星 可里面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秘密啊 这次小心点 将义士投影进玉胚内再试试 很好 义士再一次进来了 这里 也就是一片虚无光 那个巨眼不在了 这次看来 似乎是安全的 但 这片意识空间 难道就没什么线索了吗 这是 这是 什么东西啊 一个气泡 像是一份残缺的记忆 这是什么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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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来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玉胚的谜团是越来越多了 还有那座黑色的山 又是什么 啊 算了 当下最应该担心的 还是李长治那家伙 先去外山阁一趟 买一些修炼耗仔 提升一下修为 顺便 打听想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双尔 你怎么敢污蔑你二叔 邪魔都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二叔怎么可能和魔有关 还让自己的儿子入了魔 他图什么 爹 我觉得万事没有绝对 保险起见 你还是可以暗中调查一番 我调查什么 调查我血浓雨水的亲弟弟吗 那个什么林晴 他随意的一句话 就能让你对你二叔起义心 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自己家的长辈 我如果眼里没有长辈 早就找二叔当面对质了 当初 便是他派人想要害我 住口 害你 那是沐长春自作主张 你二叔根本不知情 是吗 二叔的一面之词你就相信 而我的话 你便置若罔闻 你说我眼里没有长辈 那你的心里 还当我是女儿吗 无声 够了 从今以后 不准你再跟那个林景接触 听到了吗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至于是否和林景接触 那是我的自由 你管不着 反了天了 当真是反了天了 绝对不能再让双儿和那个林景接触了 他绝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葬送在一个普通弟子身上 林少爷 请 虽然 少阁主回了总部 但他早有吩咐 如果是您来 一定要按照最高规格接待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忙 您请说 能帮我们万山阁肯定帮 不能帮的 想办法也会帮 我想找一个地方 但不知道地名 只有一些特征可以描述 老夫年轻的时候 就是万山阁的行商 去过天南海白很多地方 不妨和老夫说说看 那是一座 完全由黑色岩石铸就的巨大山脉 其上没有半点花草树木 整条山脉都光秃秃的 我能提供的就只有这些 黑色的巨大山脉 这样的地方确实不多 那我知道了 您要找的地方 应该是被遇的黑石山脉 那里紧挨着浮屠山 要受恨行环境恶劣 我年轻时 曾经多次带着商队从那里经过 确实是光秃秃的一片 骨儿有些印象 浮屠山 我记得 苏妹的家族就在浮屠山 这么巧吗 多谢前辈指点 不敢不敢 林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啊 我还想购买一些提升修业的药物 可以吗 您可以先去修炼室 药物马上送来 少阁主吩咐了 您需要的修炼物资 万神阁一分钱都不收 这段时间 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突破金丹后 也是连分大战 总算有个机会 好好构固一下修为 很好 就这样 不断循环武副 将弹药内的力量 完全转化 很不够 你好 弹药不够 麻烦再帮我送一下 还是不够 还请再送一下 这么多弹药 恐怕原因强者都会撑爆吧 这位林少爷万一扛不住 出身了可怎么办 这个月估计要赤字了 金丹每一层的提升 需要的灵气太多了 这个时间 吃了如此多的灵丹妙药 才寄生到金丹三层 也罢 那有这种速度 倒也不错了 李长治可不会 乖乖等我到原鹰 以防万一 卸回宗门吧 虽然是自己兄弟的产业 但也不能让他吃亏 这储物袋内的灵石 应该够那些丹药钱了 不错 比你的废物儿子 要成功多了 去吧 一切我都已经布置好了 放手去做你想做的 林青 你们需要付出代价 是副宗主回来了 怎么感觉副宗主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是副宗主回来了 怎么感觉副宗主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这气息好像有些恐怖啊 胡说 那是副宗主修为太强了而已 仅仅是灵压 就会让我们承受不住 好啊 正好你们都在 反正我已经不可能成为宗主了 就让你们化作我的养料吧 副宗主 你在干什么 你 你 你尝试 在干什么 还来得好 瞧这些低级货子不够我吃 就这样化为我的力量吧 等等 副宗主 我们都是跟随你的啊 对对对 我们都是跟你一条心的 有什么事 可以好好说啊 是吗 定好了 那就先为我变得更强 做点贡献吧 好二弟 住手 做什么 终于来了 好大哥 我等你很久了 二弟 你到底怎么了 现在的状态已经不像人了 我早就不是人了 铁儿被害的那一刻 我就只想报仇 报仇 别被害了 谁干的 当然是林井那个畜生 还有你女儿李无双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束手就擒 被三大宗人抓住 他被抓住 我就能顺利的当上宗主 在林井那个小杂种 回归宗门的之后 我就能宰了他 我儿就不会留下心魔 可不会亲自去宰那个小杂种 我儿也不会被害 是你把我女儿的踪迹 透露出去的 所以这一切 都是你做的 我早就说了 爷 他已经彻底的疯了 咱们一起拿下他 我来得好啊 不招 李城市 为什么 总闻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也是我血浓瘤水的亲兄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这个存活 根本不配当宗主 宗主之位本就该属于我 我 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们都要为我戏干 你不再 休想伤我女儿 快 李城青 人体 你原来都是个废物 你 您先证 我个好侄女儿 林井那个畜生好像很喜欢你啊 那我就先宰了你 让他也体验一下失去珍贵这人的痛苦 所有人听令 李城市已经入魔 所以去诛灭他 叫我们和副宗主打 这也打个屁啊 跑啊 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弟子能参与的战斗 快去喊张老和芝士来 芝士根本轮不到我们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领导的前缘族 李城青 你这个废物 还在戴宗主的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 休想 你 我 这点工作吗 李城青 行李 显至可笑 你永远是废物 就算你凭尽全力 也无法真正的伤到我 好好看着 女儿是怎么被我戏干的 你这是 什么回东西 无神奇迹 不能被击撞 什么 好快 老二 现在回头还不晚 父亲 回头 收手 就凭你这个偏心的老东西一句话吗 何况事到如今了 你还想给我回头 你觉得可能吗 李城志 我教祖无法 竟然交出了你这样的念伤 既然你不肯收手 那今天 我便清理门户 那冰仙 现在应该煮烧魏玉吧 请找着急 要我给你送中吗 妄子 我虽然老了 没老了 教训不了你的地 你花净准了对我 谦非欣离 你老 老东西 你们 重置 你做出如此恶事 从今日起便将你囚禁 永生不见天日 哈哈哈哈 没了天哪 哈哈哈哈 我这还有什么意义 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已经彻底入魔了 快 白魔 事已至此 我也不会再留守 未经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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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误 快出了头 快出了头 快出去了 你是兔家 可我 人本来不及顾及其他弟子 而且 这学校为何对灵力如此克制 什么 是谁 这 这老婆已住过了 幸亏赶回得及时 林警 是 那小子 林警当心 林警 反我而命来 那好 这就送你 去跟你的狗儿子团聚 什么痴 居然陆入了下坊 金丹雄伟 为了他能克制住城市 林警 不 不不不 我会就这么倒下 使命逮了你 我 全都给我 我 把握 我的力量 吧 和 我 林警一样 他可以通过夺走他人的生命来增强自己 不能给他串新的机会 保护时打击 以后去干掉他 哎 参寻 见绝 蓝风 林警 你以为还 什么 不好 为什么能破坏我的防御 为啥东西 为什么 我都已经注魔了 却还是 几个三个人的人也快到了 先不和他们纠缠 抽干个国人的血 再来 什么 受困 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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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警 你干掉这家伙了 这事总算结束了 不 还是没那么简单 那 那是 那是 断龙宗 吴锦门 和天煞殿的飞龙剑 不是 李承之背后另有欺人 而且那家伙 甚至能命令 至少是驱使 断龙宗 吴锦门 和天煞殿 李承之的作用 恐怕本来是理应外合 一举拿下其远走 可恶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大长老 还有戴宗主 敌人已经打上门来了 请立刻起到 宗门的防御法阵 所有宗门弟子 准备应战吧 行 眼下这种局势 我们不能率先攻击 我去和他们谈谈 对方说不定 只是想以事逼真 未必是真的要和我 前元宗开战 爹 那些王八蛋都打到门口了 你居然还想和他们谈判 你懂什么 强攻我前元宗大阵 他们得负多大伤亡 他们有这个觉悟和胆 怎么 怎么可能 大阵为何没启动 宗主 刚才副宗族亡的时候 武器们的救急突然出现 破坏大阵核心 什么 这 这下可怎么办 父亲 我们 知道如今 还能怎么办 准备战斗吧 前元宗不能断在我们这一带 也就是活出老命 我也要 大长老 你能牵制住那条龙 和断龙宗的大长老吗 虽然我伤势未恢复 但一条蛟龙家那个老家伙 倒是无妨 可 那有什么用 三个宗门的宗主肯定也来了 没了大阵意图 我们要怎么抵达 那就由我来争取时间 无双 你带人想办法去修复大阵 一定要当心 无尽门的老鼠 一定还堵在暗中 好 我一定会修好大阵 你也千万要当心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疯了 这小子疯了 好生可畏 好生可畏啊 还愣着干什么 长青 立刻组织弟子准备战斗 前缘宗绝不投降 天国 每一个人冲阵 一定是敌人高手 别抗过飞龙炮 结果跟着他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编vez 我会与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你吃鈴队 这小子 你吃 有吧 你吃 有吧 你吃 你吃 滑 我吃 原因高手一定是前院宗的原因高手 看来是那家伙了错不了的 没错是那个混账东西林景 是他 这就是那个把你们清算地区 还认识了你魂像的前院宗天才 狗屎的天才 那小子一定是修了什么邪法 否则怎么可能区区鸡蛋就这么强 要是让他到了原因那还了则 秦云宗的老东西 要给你们转龙中大长老去解决吧 我们俩去干掉那个林景 绝不能继续让那小子成长下去 好 这人是个奇怪 谁有地狗猪 就是这人的行动范围 又是这种 我必忠于 你是在天之灵 就凭你们 很好 我这就送你们去进独地 你从中 去 小子 这速度 你情形静低了 哈哈 你从这个的逆风雨 你逃不出去 现在看你这么主 不要 速度被准治了 躲不开 别急 看你这下轮轮 你手 请勉强 扯进你的康下 哈哈哈哈 谁管逃了吧 我不都要看你能扛过去 这要使用的温相 你离境之内的时候要强扯太多 而且我的速度被降低了 防御迟早会说 必须主动出击 打出破绽 对 是是是 他 他怎么会 你几个的幻影分身术 幻影分身的数量越多 质量越差 越容易被识破 对原因级别的强者来说 几乎没什么用 但 为什么这小子分出几十个 却每一个都像是真的 别忘了 这十万人 毫无畏地可言 都是真的 这就是他们真 真 什么 什么 什么时候倒在我身后 我 这家伙 什么 这家伙就是冲着定风中来的 现在 我们继续玩下去吧 我来看我这里能追击 行灭了我们的所有弟子 可恶 来救他 不不不不 干掉那家伙 他只有一个人 别等我 那 你 你 你一个时间都没有 少干掉那些飞龙剑 混账 他 他我想要将我们做门的弟子 全部干掉 他得逞 当我者 你 这 是 吓着 你不要过来啊 你终之法证啊 拦住他 快拦住他 是 啊 开火 开火 你不要再扯了 全都该打击 快 可恶 这老子又护山蛟龙相组 竟然如此难缠 再 哎 哎 说是什么衣服 缺靠银环境之称 只要消耗下去 就能 怎么回事 是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三个人应被一个人牵制 混账 混账 我拿你了 我拿你了 我拿你去了 小子 你 你 送了 你 照亮 兄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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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一对三 牙力果然很大 什么事 也是你的近日 你 大阵还没修复吗 继续下去 我也拖延不了多少时间了 老高 我们从大阵修复了 混蛋 你当时不是说 会彻底破坏大阵的吗 你家伙人呢 终于 成功启动大阵了 给我启动天纲气节阵 现在 那我们反击了 大阵启动了 糟了 我们被反乡困在前缘中的大阵里了 大阵一旦启动 很难击破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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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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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瞧苟延残喘的老狗 若你处于巅峰期 倒是能让本座稍微麻烦 但现在根本不够看 本力神火 你是神焰宗的人 身为上等宗门 仗势抢夺我前缘宗灵脉 你就不怕被御执法者吗 所以本座一直不想暴露身份 但可惜那群魔物太没用了 只能我亲自动手 放心 等我拿到灵脉 本座会把你们全部宰了 这样执法者就不会知道了 休想 求不得你 父亲 爷爷 叶隽 再稍微等我一下 你 你放弃吧 满难我前缘宗立宗之分 我会交给你 我知道你用阵法隐藏了灵脉 但如今你强行控制宗门大阵 本就重伤未孕的身体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你 根本阻挡不了本座的搜魂 找到了 就是现在 区区小贼 我总是防着你 太严真了 只是 到何处了 王阵 先替你爹治疗伤势 有点意思 以幻影混淆我的注意力 再以隐秘符隐藏真身 只是我很奇怪 如此数量的分身 你是怎么做到 让每一个幻影 看上去都是真的 你觉得 我会回答你吗 那我去陈祸 那我会上第二次 王天宇 我报言 看你怎么躲 这家伙的实力 比那三个幻影老狗 都要强一些 但还没有 欺加老祖的程度 不知道 是否隐藏了后手 可以 再试探一下 你精丹修为 居然跟如此 幻影强者 打得难解难分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种天赋的年轻人 怎么现在才发现 好和无双 似乎互有情意 可惜了 这样的天赋 足以和上等宗门的 核心弟子一争高下 这是无双的情况 唉 有缘无分吧 小子 你逼我呢 是 你见诀 我 小心 神魂燕会直接灼烧灵魂 现在才提醒他 完了 林婧 别过去 你的修为摘上神魂燕壁王 小子 现在我送你上路 上当了 你赶紧我 我要宰了你 小子 是你自嘲呢 本来可以给你和所有人一个痛快 现在 入魔 入魔 入得好 你不入魔 我还真不一定对付得了你 但现在 请万万换活了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边建的古怪吗 没了它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我 你心里长是那种 谎制造出来的蓝色品 这就是你 居然比我还厌 神魂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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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让他吞噬我的火焰 不然 想要对付这个小贼 就难了 我推动了 他的修为 就是最大的短板 只要我能控制那把怪异的发气 这小贼 落足为惧 想不计重施 真是可笑 你也且毫无匿议 神是坦知 哪怕有隐医符咒 也一定能察觉到他 慢点你啦 清单八层 对你们这种蝼蚁一般的宗门来说 你这个年龄 倒也确实算得上天才 去 拿下头 这么一个大美人 被烧成灰烬有点可惜了 不如做我的奴仆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把 烧福 有点意思 小美人 尽量给你重学去 全天见证 别路火 坚信心坚毅 不计强敌 小薇在这个年纪一旦也不错 如果仅仅是这一遇 也不至于让掌门违扣我来大会此人吧 给我碰 你突然封强了 怎么回事 火焰 被压制了 说来 不 不好 这一剑 会死 没用的东西 居然诚心插手 钉子剪的战斗 好不要脸 神燕宗的人 不会就这点本事吧 大欺巧 简直无耻 石长老 你这样插手的话 有些过分了 这一场算我神燕宗输了 还不滚回来 丢人现眼的东西 是 轻松破解实验宗的本命神火 而且刚才那一招 这才相用 果然 还是掌门会验时局 还在换我了 没你 可还能战 无耻 简直无耻啊 明明知道无双世界丢了重伤 居然还要车轮战 闭嘴 给你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已经是本长老大方慈悲 再敢乱说一句 我立刻屠了你们 无双 你已经赢了 我要再战了 如果我再赢了你 是不是就能多让一名 前缘宗弟子活下去 没问题 请赐将 丢人无双 不要再战了 这种货色 还是我来收拾吧 还好 赶回得及时 你回来了 没事了 我来了 单挑是吧 那接下来 由我替礼物上来收拾你 谁先上来受死 哪来的 罗姨 修为不高 口气倒是不响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对付你这种垃圾 我都懒得拔劲 若你能接住我一拳 你算我说 这家伙是崩了吗 不知有狂妄 真是可悲啊 师兄 用您的魂魂 将它稍微灰镜 罗姨 你的狂妄让我很不爽 所以接下来 我会让你很惨 给你个痛快 都会是奢望 哎呀 这些火灭人员 都没有气息 竟然小心看我的魂魄 果然是无知啊 呀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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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它吗 你不是 得可疯 这些狂妄让你们 我打过来 你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